这期继续分享《小神医》第57篇 古渊什么想法 在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所以谁也没料到 尘二狗竟然会这么好说话 纷纷心中一正的所有人 瞬间便全部向他投去了震惊且狐疑目光 还有你们几个都给主子听好了 你们主子明天要去始祖地盘 好好会会他们 你们几个一个都不能少 不想死的话最好乖乖听命行事 虽然一向不喜欢用这些怪异的称呼 形容彼此特别是自以人 因为尘二狗觉得 这种做法过于健太一个人的尊严 但八大古族好像格外重义这个 所以尘二狗也懒得去修改 铿锵有力地说话间 尘二狗伶俐目光 立刻便扫向了古锦城和萧一群等人 就就我们几个人 主 主人 您 您不会是失心疯了吧 不去 您就是杀了我 说什么 我都不去 尼玛 您当八大古族是什么 玩具吗 疯了 绝对是疯了 真不是我打击您 八大古族区域内 无不遍布法阵 对 就算没有这些法阵 随便一个实力偏上的高手 周围有任何异动都休想瞒过去 与其去始祖送死 您还不如现在就对我们用尽天下酷刑得了 随着字已划落 人人瞬间无不是一片震撼和惊恐 整个世界就仿佛是被人按下了暂停剑一般 哪怕是彼此轻轻一个呼吸和心跳 都能经得其他人一阵心惊肉颤 正当陈二狗眉间微醋的时候 古渊 古锦城 以及那小童 瞬间便全都吓得瘫倒在了地上 除了笑一群神色凝重 没有开口 还不等陈二狗开口 三人便一个个立刻心一横 大呼几句便不愿再说话 陈少 老夫也觉得 此事不妥 虽然陈少实力让老夫心服口服 但再怎么说 也绝不超越圆英境 说实话 八大谷族中任何一族 圆英境那都是满地跑 即便是圆英巅峰 也只能勉强挤进中层 所以不管您和始族之间有什么恩怨 老夫还是希望 您能暂且静下心来修炼 好好沉淀实力 再做打算 见陈二狗不是开玩笑 所以瞬间惊成了猪干脸的萧荣华 赶忙诚心诚意相劝道 萧老好意 晚辈心领了 不过 有些事情 有些人 等不起 您放心 晚辈心中 早有谋划 既然他们不愿意去 那晚辈 就告辞了 萧老久病刚愈 请留步 好生休息调养 不出一年 必定可以恢复 以前巅峰实力 苦笑一声 自己又何尝不知道 始祖的可怕 只是杨与飞 在他们手中 自己别无选择 所以 微微一抱拳后 陈二狗立刻踏空而起 瞬间便消失在了 大家眼前 叔父 本想跟上前去的 萧一群 就忽然被 萧荣华拦了下来 所以顿时 很是差一道 知道该怎么 照顾好 他们三个吧 放心 萧族顶天立地 从不失信于人 更不会欠人人情 一切 叔父自有安排 你只管 暂时在这等待就行 稍稍撩动 一下长虚 萧荣华意味 深长地扫尸 一眼鼓冤三人 随后一个闪身 也瞬间消失在了云层之间 虽然不解 叔父有何打算 更不知道 叔父要去往何处 但萧一群 不敢违背 叔父命令 所以立刻尽心尽力地 开始照顾起了 谷冤三人 凄厉的哀嚎惨叫 时不时响彻 周围山谷 惊得飞禽走兽 无不四散而逃 只是萧一群 实在不解 明明古锦城 和那小童 之前都没有动手 更没有受伤 但这二人 却和谷冤一样 完全没有半点 反抗能力 更奇怪的是 陈二狗和叔父离开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在乎 这二人 这似乎完全 不符合正常人 对谷足供奉的看待目光 害得萧一群 还胆颤心惊地担心了很久 许久之后 才谷足勇气 对二人下手 其实谷锦城三人 又何尝不是一脸惊恐和猛逼 本以为陈二狗和萧荣华走了 机会就来了 谷锦城一开始还满心欢喜的一跃而起 想要就地解决 萧一群脱身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刚一提真气 瞬间便一阵头晕眼花 栽倒在了地上 虽然陈二狗也想象得出 接下来可能会出现 等自己一走 谷锦城就会欣喜若狂 趁机对萧族人下手 但陈二狗并不担心 一来自已早已下了暗手 二来萧荣华可不简单 身受数十年堕膜之苦 如今至少还能保留 原因中期修为 若是全盛时期 谷足那些供奉级别高手 在他面前 恐怕连台演直视的资格都没有 即便没将谷渊等人带回来 但陈二狗依旧半点都不着急 心中有足够的自信 接下来的一切 一定会全部按照自己心愿发展 只是不管怎么说 自己相对始足 几乎可以堪比蝼蚁对巨像 所以即便只是偷偷去将杨宇飞带回来 尽量避开冲突 陈二狗心中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好在肖荣华给的两件厚礼 任何一件蕴含的灵力 都不逊色于乌家乾坤大阵 突破最忌讳的就是被外界打扰 所以陈二狗并没有急着回邱家别墅区 而是沿途 精心找了个灵力充沛的隐蔽密林 取出法宝后 立刻催动土地传承功法 开始修炼起来 等一道冲天金光 直入云霄 瞬间引起周边 久久一阵地动山摇 陈二狗再次猛然睁开眼 腾云而去时 已然是凌晨 本来还因为连番突破十二层 已然达到原因 后期暗自欣喜若狂的陈二狗 却在靠近是邱家别墅区时 心情瞬间一落千丈 只见自己出来时候 还好好的邱家别墅区 此时却是一片火光冲天 到处满地狼藉 就连周围围墙 也已然悉数推翻 少说上十栋别墅 完全被移为平地 即便是那些没有倒下的 皆是千疮百孔 岌岌可危 秋盛兮 你们邱家早就该到头了 不过是 靠着陈二狗那摔人 才狗言残喘至今而已 你们该知足和谢天谢地了 现在 你们绝大部分人 已然身负重伤 周围也早已被团团包围 今晚 你们断然没有再侥幸脱逃的机会 给你们最后一分钟 跪地起降的机会 否则 邱家 今晚将尸横遍野 一声仰天纵笑 忽然从别墅区深处传来 陈二狗立刻眉间 微醋 一个闪身 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偌大的邱家别墅区内 空气中 无处不是充斥着浓烈难闻的血腥味 激烈的哀嚎痛嘶声 更是无孔不入 到处可见鲜血淋漓 残肢断壁 一时间 陈二狗就仿佛置身于阿比炼狱一般 毛骨悚然 已然被秦乌两家数百高手 逼至别墅区中间狭窄空间的邱家 和楚南五省高手 虽然惨遭偷袭 不少早已浑身挂彩 但却依旧是各个杀气凛然 想让我们束手就擒 做尼玛的春秋大梦去 身为堂堂华夏四大顶尖家族 却专干这种偷鸡摸狗的 不齿勾当 和你们齐鸣 是我邱家有史以来 最大的耻辱 今天 就是血流干 魂魄散 我们也定要与你们血战到底 秦四仪 你他妈给老子睁大眼瞧好了 等陈少回来 定让你们秦乌两家 百倍血债血偿 正气凛然 向前跨出一步 邱盛熙立刻勃然震怒 指向对面 一名中年男子 愤然喝道 藏在暗处的陈二狗 立刻便寻着邱盛熙手指方向 简单冷瞟了一眼秦四仪 那是一名 看上年约五十左右的中年男子 头戴黑色鸭舌帽 身形消瘦如柴 不知为何缺了一只耳朵 虽然之前的笑声很是放荡 但在不笑的时候 看上去还真给人一种冷酷的不近人情感 按照自已之前对秦家人的了解 这秦四仪便是秦家家主的亲弟弟 虽然实力未知 但传闻非常厉害 从无败计 绝对算得上秦家掌控真正十全中的 妥妥二把手 呵呵 死到临头 却将全部希望压到另一个死人身上 你们邱家能存活到今天才亡 还真是老天眉眼 也不妨断了你们的念想 实话告诉你们 陈二狗自不量力 招惹了两名古族供奉 你们自已扪心掂量掂量 他 还有机会回来吗 不屑冷吃一笑 秦四仪不急不缓地风轻云淡道 这 这怎么可能 不会的 你休想动摇我们所有人决心 陈少就是在糊涂 也绝不可能干出这种蠢事 心中剧烈一阵大惊的邱盛熙 连忙斩钉截铁道 虽然正利用土地感应 仔细观察乌琴两家高手部署的陈二狗 依旧没有急着站出来 但顿时还是忍不住 因为邱盛熙的话 朝他翻了一个白眼 甚至有种立刻就想出现在邱盛熙身后 照着他后脑勺 来上一巴掌的冲动 你所说的古族两大供奉 是指我们吗 还不等秦四仪说话 一股冷风忽然从天空中席卷而来 刹那间 三道人影 瞬间便猝不及防地闪现在了所有人眼前 别冲动 自已人 秦家带家主秦四仪拜见两位古族前辈 既然二位前辈能抽空而来 想必陈二狗那剑种 现在肯定已经魂飞魄散了吧 在双方立刻心中大惊 朝三人摆开架势的同时 看清三人容颜的秦四仪 顿时心中一阵大喜 赶忙拱手攻速道 兄弟们 动手 替陈少报仇 不该问的别问 滚出邱家 一听恩人 可能身陨的邱圣仪 顿时双瞳怒而不满血丝 悲痛欲绝怒吼一声的同时 立刻率先长剑一挥 便要冲向三人 与此同时为首的古渊 冷眼一沉 立刻居高临下 对秦四仪冷哼一声 带着命令口吻道 也正因为古渊这一开口 全场瞬间便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剑一般 所有人都立刻纷纷向他 投去了难以置信的目瞪口呆惊骇目光 请述在下而有残疾 没听清楚 这话 似乎不该是您 堂堂古足酒供奉 该说出口的吧 眉心紧促 缓缓站直身体 秦四仪顿时语气瑞变 带着明显的质问口吻道 确实 古渊 你不过一个家奴而已 谁给你的狗胆 替我这个主人胡乱做决定 一个带着韵怒的冰冷声音 忽然声如红中铺天盖地而来 震得在场大部分人久久一阵耳鸣 一道俊朗身影 瞬间便宛如变魔术一般 眨眼间便出现在了秋盛西身边 是 是陈少 真的是陈少 太 太好了 我就知道 陈少肯定不会有事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家伙不是说已经死了吗 他 他在称呼古族供奉为家奴 我 我没听错吧 这 怎么会这样 这世界 难道是疯了吗 随着陈二狗的出现 身后一片震耳欢呼 夹杂着周围惊恐万壮的惊骇议论声 顷刻间 整个秋家别墅区 简直比炸锅还要吵闹 特别是在古渊古锦城以及那小童纷纷单膝跪地对自己其声高呼拜见主人后 陈二狗的耳朵更是瞬间遭了罪不得不起用护体真气加以保护 陈先生您您能没事真是太好了 真真的担心死我们了我们还以为会再也见不到您了呢 激动地立刻拉住陈二狗双手 邱盛熙完全不顾身份 忍不住瞬间泪水打湿双脸道 不好意思 各位 我来晚了 但请各位放心 血海深仇 我陈二狗定要请乌两家 百倍奉还 对了 洛明珠和李小草他们呢 战斗这么凄惨 怎么不见庄家和严家这些势力前来持援 看在他这么担心自己的份上 陈二狗便不再与他计较刚才的言语之失 在转身目光柔和扫尸一眼众人 稍稍鞠躬欠身后 陈二狗狐疑问向秋盛西道 不晚 陈少任何时候来都不晚 陈少威武 报仇雪恨 支持陈少 灭了秦乌两家 感动得热泪盈眶的众人 顿时武器指天高举 兴奋地嘶吼 气势如虹 瞬间震响天地 就连周围秦乌两家的高手 顿时也忍不住 纷纷下意识地连连倒退了好几步 本来拥挤的包围圈 立刻便便地宽松了起来 呵呵 小子 你不去做传销投资 还真尼马屈才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 堂堂古族两大供奉 竟然会屈尊为奴 古族的脸 都被你们丢尽了 你们就等着 接受来自古族的滔天怒火吧 小子 你他妈 这是打了我们秦家狠狠一个耳光啊 当时 你还在楚南无省没有发迹的时候 秦家 就该灭了你 算了 现在说 这么多也没用了 既然如此 那你们今晚 全部都去死吧 还不等秋盛西开口 向陈二狗解释 秦四仪忽然一声纵声大笑 瞬间便盖过了 在场所有声音 正当陈二狗和古渊三人一样 好奇秦四仪是何来的勇气时 瞬间完全出乎陈二狗意料之外 并极为惊诧的事 只见刚才还一个个 纷纷明显充满惬意的秦乌两家高手 一时间 竟然个个像是跟打了鸡血似的 不仅立刻全都精神百倍 一副誓死如龟般 再次缩紧了包围圈 而且 陈二狗明显感觉得到 这些人的气势已然完全不同于之前 至少 在实力上 瞬间提升了两个以上档次 最关键的是 战意昂然 毫无半点惬意 而这一切变化 却不过是 仅仅因为秦四仪一句话而已 主人 您暂且休息 一切交给我们就行 虽然也看出了 其中不寻常 但古足傲气 与生俱来 古渊在满事不屑地白了秦四仪一眼后 立刻恭恭敬敬 朝陈二狗移报全功伸道 不急 对了 以后你们可以和大家一样 叫我陈少或者陈先生 面色烧尘一挥手 在三人公诉答应一声 立刻退至自己伸手后 陈二狗立刻再次启动土地感应 并扩大了周围搜索范围 所谓是出反常必有妖 秦四仪明明知道 自己和古足两大供奉的厉害 居然还敢如此口出狂言 并迅速激发手下吐气和实力 陈二狗心知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 毕竟 现在大家已经身受不同程度创伤 若是在开启混战 虽然自己不怕 但必定会加大兄弟们的伤亡 这是陈二狗不愿 也不忍看到的 不过让陈二狗心中瞬间欣喜若狂的是 实力达到原因后期后 土地感应范围 即便脱离桃源村 也相较之前扩大了不止一倍 此时运用起来 简直就是有如神柱 根本无需耗费太大真气 陈二狗心中便已然成竹在胸 对 不急 毕竟去阎罗殿 也是需要排队的 小子别对庄家和颜家这些事里再抱有任何幻想 今天是秦乌两家全力合作 清除所有障碍的好日子 这不过是其中一个战场而已 现在整个京城 但凡是支持你的事里 每一个不是自身难保 以为陈二狗是在拖延时间的秦四仪 面上顿时便乐开了花 嘲讽大笑之中 带着满脸无尽的兴奋道 这么厉害 那你为什么还不动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战场确实不止一个 但占据优势的 却只有这里吧 只可惜 现在这仅有的优势 也随着我的到来 早就烟消云散了 收回土地感应的陈二狗 嘴角立刻便缓缓扬起了一抹 胜券在握的狡辖浅笑 在稍稍扫视一眼周围 秦乌两家众人后 陈二狗又露出了一脸惋惜表情 连连摇头道 哈哈 不愧是能干传销的料 这精神胜利法 用得确实牛 说实话 也都差点就信了 心头微微一正 脸上笑容 瞬间凝固了好几秒 但很快回过神来的秦四仪 顿时再次笑得眉飞色舞了起来 秦乌两家 虽然都号称 华夏四大顶尖家族之一 但你们数不尽的顶尖高手 秘密基地 皆斩杀于我手 说白了 你们早就外强中干 有顶尖家族之名 却毫无顶尖家族之实 就算是秦乌两家全力合作 实力也顶多稍强于 同为四大家族的邱家和庄家 哪里的资本 拉开这么宽的战线 所以随便想想都知道 你们安排前往其他势力的弟子 携带的任务 最多只是拖延时间而已 在秦四仪说话间 立刻通过密语传音 吩咐了古渊和古锦城几句 随后朝秦四仪缓缓靠近 陈二狗冷邪一笑 不慌不忙道 对啊 陈少的话在里 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还是陈少聪明 一眼就看穿了秦乌两家阴谋 兄弟们 秦乌两家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 举起武器 和陈少一起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血海深仇 杀杀杀 片甲不留 一片响彻天地的欢呼喊杀声 瞬间直冲云霄 顿时幡然醒悟的邱家和五省高手 激情立刻燃生到了顶点 即便不用任何外力辅助 气势上也赫然完全盖过了秦乌两家高手风头 果然 才不过短短数月而已 你就已然成为我们秦乌两家 心头重患 不过 纵然你说的都是对的 那又如何 我秦乌两家 有古族撑腰 只要你今天死在这里 那八大谷族又不会轻易出来 即便秦乌两家今天损失惨重 不需多久 整个华夏表面势力 还不都是我们的 之前为了应对秦乌两家即将到来的危机 在发现秦木冰天资后 秦家不得不依照和秦木冰之间的约定 不仅没有除掉陈二狗 甚至还暗中帮助过他 此时想想 秦四仪心中简直毁得连肠子都轻了 不过 即便如此 秦四仪心中还是并不着急 忽然轻声哀叹一口气 意味深长道 想法很好 但就怕你们 没这个命 一道结界 迅速将邱家和五省所有高手 全部笼罩在内 陈二狗神情 冷漠说话间 指尖立刻倾出结界边缘 绵合的生机 赐予之力 瞬间便宛如汪洋大海 一般涌入结界之中 陈少 不要 世间一切 都必须遵守能量守恒 再感觉到浑身暖流涌动 伤口逐渐愈合 和疼痛感顿消后 大喜过望之余 邱盛熙等人 更多的还是担忧 如今大敌当前 陈二狗实在不宜 在为他们消耗大量真气 放心 我心中 自有打算 一个眼神 事宜邱盛熙等人安静后 陈二狗并未停手 神情不慌不忙道 秦爷 等他们恢复之后 我们可就麻烦了 还是赶紧动手吧 眼见邱家和五省一众高手迅速恢复 一名秦家弟子赶紧急切对秦司仪提议道 不急不急 重头戏才刚开始呢 缓缓抬头 呼见浩月之侧 树道乌云骤然升起 秦司仪平静的面上 立刻缓缓扬起了一抹兴奋浅笑 邱家和五省高手 即便全部恢复 在秦司仪眼里 也不过是楼翼而已 陈二狗为他们损耗真气 就是找死 一会解决起来 便更轻松 所以秦司仪才不在乎 更是乐想其成 巴布得如此 自然不会傻到去阻止 不好 主人是始族的人 还有古族 就在陈二狗感觉已经差不多 收起生机赐予能力 以及邱家和五省高手 无不满心欢喜的时候 面色忽然阴沉的古渊和古锦城 接连两声哀声惊呼 瞬间便让大家刚激动起来的心 再次彻底坠入了冰谷 哈哈 终于来了 小子 你们今天 死定了 现在 你还敢口出狂言 说我们秦乌两家 毫无忧视吗 秦家代家主秦四仪 携秦乌两家一众高手 扣迎两族前辈 正当陈二狗眉心微醋 借着浩月余晖 抬头望向空中时 耳边立刻便再次想起了秦四仪 那欣喜若狂 并肆无忌惮地 仰天纵笑声 刚稍稍挪回目光 立刻便见秦乌两家所有高手 瞬间全部恭恭敬敬地 跪倒在地 主人 十古两族来者不善 一看就是 肯定都要强于 我和古锦城的高手 我们还是先祝您脱困 日后再做打算吧 现在已经管部的其他人了 虽然不知为何 对方至今并未现身 但自已和古锦城背叛古族的消息 肯定已经传回族内 面色震变的古渊 完全可以断定 这次族内肯定会派强于自已的高手前来支援 所以不及多想 古渊立刻一个闪身来到陈二狗身后 神情肃穆极切道 对 陈少 这位古族前辈说得对 只要您还活着 我们就会有希望 陈少 别再犹豫了 赶紧走吧 算是我们求您了 兄弟们 打起精神 替陈少断后 不等陈二狗说话 心急如焚的邱盛熙 也忽然冲了过来 虽然没与八大古族打过交道 但邱盛熙心中非常清楚 十个邱家 也不够任何一个古族看的 更何况 现在一下就来了两个古族的人 这要真动其手来 哪里能有什么活路 所以一番哀求后 邱盛熙立刻便毫不犹豫地一挥手待人将陈二狗护在了后方 不用这么紧张的 退后退后 我等他们 都已经等很久了 倒嘴的鱼肉 哪有吐出来的道理 望向天空狡狭一笑 陈二狗满怀期待的一脸 轻松拨开邱盛熙等人 大步走出人群道 虽然有些惊诧 但见陈二狗 不是开玩笑 邱盛熙等人 也只得一边高度警惕 护在陈二狗身边 一边紧慎盯紧周围变化 主人 您这可不是个好主意 冒险程度 无异于小小绵羊去虎口夺食 忽然想起陈二狗之前 斩钉截铁地提起过要前往始族 所以谷渊立刻便明白 他是想先拿下几个始族的人探探路 但在谷渊看来 如今显然绝不是时候 所以立刻满脸忧虑地轻声对陈二狗道 那可未必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不是你口中的猛虎 喂 上面那些藏头鹿尾的小垃圾 要是不敢滚下来找死 那就赶紧给本少 滚回你们的安乐窝去 别他妈在这里 爱本少的眼 浅淡潮忧心忡忡的谷渊 微微一笑 又见对方完全没有半点动静 所以开始等得有些不耐烦的陈二狗 干脆运起真气 要舞扬威地朝空中 不懈斥吼道 妈的 可恶的混蛋 耳边听着陈二狗叫嚣 丝毫不敢抬头的秦四仪顿时恨得一阵牙痒痒 轻声怒骂道 人要找死 没办法 谁都拦不住 敢叫嚣十股两大股族的人 这小子 今天恐怕连头发丝都剩不下半根 秦爷 貌似有点不对劲啊 两族的前辈明明已经到了 怎么不现身 也不吭声呢 贵福在秦四仪身边的几名秦家弟子 立刻便偷偷侧目 朝臣二狗头去了 鄙夷不屑目光 但随着时间推移 就连秦四仪本人 心中也开始泛起了嘀咕 所有诧异目光 瞬间便全部纷纷聚焦在了半空那乌云上面 切 藏头鹿尾 无胆鼠背 动手 先拿下秦乌 两家这些小喽啰再说 之前是为了确保秦四仪 不会忽然偷袭 陈二狗经过仔细斟酌 才出手救人 现在大家 不仅已经完全康复 自以真气 也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即便不知道十股两足的人 为什么一直不现身 但陈二狗也不想和他们再浪费时间 只是为了确保大家安全 暂时并没打算亲自出手 所以 陈二狗在朝空中发出一声不屑冷哼 立刻朝身后众人一挥手 下达了出手命令 谷渊 谷锦成 谷康 你们三人竟敢背叛谷族 好大的狗胆 既如此 你们心中 也该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吧 宛如艳阳一般耀眼的无数金光 忽然形似金莲一般旋转着缓缓落来 在所有人不得不避其锋芒 纷纷迅速遮掩双目的同时 一道阵如惊雷般的声音 也迅速仿佛在所有人耳边乍响 惊得耳膜振战声腾的众人 一时间又不得不赶紧捂住双耳 在一股泰山压顶般的无形压力逼迫下 更是不得不屈膝勉强保持半蹲状态 大 大供奉 您 您怎么来了 这 这是有所误会 您 您听我们狡辩 啊 不 解释 是解释 看清来人后 古渊三人顿时简直比见了鬼还惊恐 比古渊和古锦城下意识就要下跪不同 那叫古康的小童早已战战兢兢跪服在地 让陈二狗着实有些非常意外的 还属古渊一时间结巴的连话都仿佛不会说了一般 背叛古族 死路一条 本座无需听你任何解释 是殒灭于本座长下 还是回古族领罪受死 你们自已选 若是知错能改 看在你们和本座还有些交情的份上 或许本座还可以在戒律堂各大长老面前 替你们美言几句 至少留个全尸 还能入场轮回 宛如惊雷般的声音 再度掀起地面一片飞沙走石 所有人悬着的心 立刻便紧缩到了极点 这还仅仅只是随便说一句话而已 就能有如此恐怖的威压 这要是真动起手来 那大家还不得和案板上的鱼肉一般 任由宰割 这 这你嘛 世界上怎么有这么恐怖厉害的人 卧槽 这实力 我们恐怕是连当炮灰的资格都没有啊 完了完了 这可怎么打 完全是不在一个境界的降维打击啊 之前还说 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陈少脱险 看来我们真是想多了 太巧得起自已了 近乎绝望的气息 瞬间便在众人惊呼议论声中 迅速弥漫进了在场每一个心头 就连周围的秦四仪和秦乌两家高手 一时间也完全目瞪口呆地惊呆在了原地 在眉头紧促扫尸一眼 立刻瘫痪在地 左右为难的古渊三人后 陈二狗凌厉的目光 很快便落在了耀眼的金莲正中心 让陈二狗稍稍有些惊异的是 此时站立在金莲中间的 竟然是一名 差不多和自已年龄相仿的俊俏小青年 在金光衬脱下 青年肤色尽显粉白细腻 一身一字间唇白长袍下 竟是光着脚丫 再加上头顶圆润无发 眉心红点装饰 一眼看上去 立刻便给陈二狗一种僧不像僧 道不像道的不伦不类感觉 闭嘴巴你 真气多 了不起啊 好像说得谁不会似的 有什么可显摆的 他们三个 现在已经是我陈二狗加奴 怎么处置 还轮不到你一个飞驴飞马的小鳖三 指手画脚 这三人 可是自已 今天前往始祖的主要站立 陈二狗当然不可能 让青年将他们带走 所以 趁三人还在犹豫之际 陈二狗顿时纵身而起 眨眼间 便到了和青年平行的正前方 聚起一丝真气 便朝他震吼道 你 什么东西 宛如一阵狂风袭来一般 虽然在护体 真气保护下 青年并未感觉到任何威胁 但身后的金莲 却被陈二狗一声大吼 吹得七零八散 陈二狗如此挑衅的行为 一时间瞬间还是激起了青年心中强烈的不满 浓眉微醋的同时 金光再聚 青年略带一丝诧异和愤怒 打亮一眼陈二狗道 完 完了完了 大供奉被激怒了 哎 这陈二狗 也太不知死活了 大供奉一怒 今天这里 恐怕一个 也别想活 早知道就不来了 这家伙 简直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尼玛的 碰上这么家伙 真是倒霉到家了 哎 左右都是个死 这可怎么办啊 眼见陈二狗如此不知死活 古冤三人本就宁紧的心 瞬间更是惊得五脏六腑都在发疼 若不是陈二狗在他们身上下了暗手 他们费尽心机 都无法解开 此时三人真有种想冲上前去 将陈二狗彻底撕个粉碎的冲动 也是什么 那就要看你接下来怎么选了 若是识趣的话 就是笑脸相迎的弥勒佛 若是不知好歹的话 那就是送你上西天的是天神 虽然将古冤三人崩溃绝望的对话听在耳里 但陈二狗并没有怎么在乎 而且对方既然是来帮助秦乌两家的 更没什么客气可言 所以陈二狗随口发出一声冷哼后 立刻便不运不火的朝青年冷声道 完了 完了 这陈少 这是真的疯了 听说古恒大供奉 不久前已经跨越猿鹰巅峰 进入可化神境 哎 结束了 一切还没开始 就要结束了 知道陈二狗能听到自己对话 古冤三人之前还希望他能识时误 不要再刻意去招惹古恒 但三人做梦 也没想到 陈二狗狗胆包天 越玩越烈 合着就是怎么不好 怎么来 所以 在几乎一口同声一声绝望叹息后 古冤三人 瞬间全部彻底地瘫倒在了地上 此时三人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那就是 这么愚蠢的主人 真心带不动 哦 与神佛一较高下嘛 那本作还真有那么一些许的期待 不过 本作真心希望 不是在这种场合 而是在我们古族的阎舞场 看看吧 这是古族长老店 给你的密信 说实话 本作一开始根本就没打算交给你 但你的这份不要脸的勇气 确实打动了本作 但见古恒嘴边 忽然便扬起了一抹邪魅怪异微笑 说话间 又见他缓缓伸出宛如葱白般的右手食指 在空中一阵挥舞 随后轻轻一点 陈二狗脑海之中 竟然瞬间仿佛读了一篇长信 接收到了不少信息 其实说起来 这些信息对陈二狗来说 并不算太稀奇 果然 人一旦能力出众 天赋一柄了 到哪里都是香波波 以前也有很多自不量力的家伙 想邀请我加入他们行列 但最后 这些人往往自已死得很惨 所以我真心相劝 你们古族 还是趁早打消这个想法的好 打亮一眼 头顶那一团团黑云 陈二狗似笑非笑对古恒道 很显然 按照史族特有的能力 那些黑云 应该就是他们制造的 只是陈二狗很识不解 既然来了 他们为什么不现身 是瞧不起自己 觉得一个古恒够了 还是在酝酿什么更大的阴谋 想想也是郁闷 同为华夏顶尖四大家族 秦武两家背后 都有古族支持 这秋装两家 却只能靠自己 他们能活到现在 陈二狗不知道该说是奇迹 还是有什么 别的不为人知的秘密 哈哈 就冲你这完全不要脸的境地 本座喜欢 不管你答不答应 本座今天都将把你带回去 你可以拒绝 但本座也可以拒绝你的拒绝 本座与外界接触极少 古恒还真没见过像陈二狗 这般没脸没皮的家伙 所以心中顿时便不由觉得有点意思 仰头大笑道 什么破道理 算了 懒得跟你废话 喂 我问你 那几朵黑不溜秋的家伙是什么意思 始族的人 是死上面了吗 无语的白了一眼古恒 陈二狗很是无语道 好像是被人拦下来了吧 嗯 还挺厉害的 至少比本座座厉害 幸好 本座溜得快 不然肯定也得卡住了 虽然因为特殊结界的缘故 其实什么都看不清 但古恒还是抬头望了一眼上空 一脸侥幸道 能将无能 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和甜不知耻的 你也是极品了 废话少说 请勿两家这些人 今晚我是灭定了 没想到古恒会这么轻松承认 陈二狗顿感心中一阵无语 但还是赶紧抓住时机 目光领晨 立刻做好了出手的准备 在二人谈笑间 下方众人早已感觉压力消散 不过 双方都只是虎视眈眈 盯紧对方 谁都没有要立刻出手的打算 毕竟 在那些黑云没有散开之前 陈二狗和古恒之间的结局 才是真正影响大家 生死存亡的最终关键 所以大家 即便脖子 都痒得发酸了 也没有人舍得将目光挪开 打不过就跑 去打能打得过的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话说 你现在也可以跑啊 只不过你没有本座那实力 逃也逃不过本座的手掌心而已 至于秦武两家那些小喽啰 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 跟本座有什么关系 你要是喜欢的话 本座都可以帮你一巴掌拍死他们啊 稍稍低头扫视一眼 下面宛如蝼蚁一般的众人 古恒一脸满不在乎道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 虽然并不觉得 自己能和古族愉快相处 但既然对方不是冲着秦武两家来的 陈二狗顿时心中倒是稍稍松弛了几分 狐一问道 你这不废话吗 本座的目的 不是早就告诉你们了吗 带他们三个回去临死 再带你回去 补上酒供奉的位置 哎 说起这个 真让本座头疼 一下少了俩 本座一会去哪里 再安排个厉害的石供奉去 脑壳疼 可恶的古锦城 尽给本座添堵 等本座回去 非要包了你的皮不渴 一阵挠头弄腮后 古恒一脸为难地嘀咕几句 忽然朝古锦城勃然怒骂道 顿时吓得浑身惊颤的古锦城 心中更是无语到了极点 虽然无辜躺枪 但古锦城还真一点脾气也没有 谁让自己之前是古族石供奉呢 主要是 不管古恒 还是陈二狗 自己都惹不起 所以只能受着 不过 即便古恒的话 像是在开玩笑 但古锦城却丝毫不敢这么去想 毕竟 类似的事情 在古族内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所以一时间 古锦城还真仿佛感受到了 被剥皮抽筋的悲惨下场 久久经的 浑身每一寸肌肤都在发寒 好 既然我们的目的并不冲突 那你先等着 等我去解决秦武两家那些小喽啰 再来商量你的这些目的 不管他是本身性格如何 还是故意和自己胡搅蛮缠 陈二狗都没功夫 再和古恒废话 所以随意交代一句 立刻便脚下微尘 欲要朝下落去 那可不行 本座是单纯 可不是傻 任何事情都没有本座的事情重要 你得先答应跟本座回去 并让他们三人滚上来 才能去解决其他事情 只见古恒身后 金莲忽然宛如利剑一般 朝自己脚下 射来无数耀眼金光 陈二狗顿时不得不申行一提 重新回到刚才位置 要求真记多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就算这家伙不是在细耍自己 那他的要求 也是一个死循环 也不知道 上面是哪位贵人 在帮忙 更不知道结局如何 所以 陈二狗不想再和古恒莫及 怒骂一声的同时 立刻运转数十道真气 宛如一道道长龙 带着排山倒海之势 习向了古恒 和他身后的金莲有点料哦 这实力 古足六供奉位置 非你莫属了 微微一笑 古恒非但不躲不退 反而踏着一道道金莲 缓步朝陈二狗走去 只见古恒身后的金莲光芒 忽然便飞速旋转了起来 更为惊奇的是 这金莲就仿佛有着强大的再生功能一般 紧眨眼间 除了脚下踩出来的细细小金莲外 空中至少还多了数十道一模一样的光芒 而且这些金莲 一个个都跟饿死鬼头胎似的 紧顺息间的功夫 便已将自己刚才打出的真气 悉数吞噬殆尽 虽然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 想要收回 但还是慢了不止一两步 陈少小心 大供奉这金莲 不只是纯粹功法 还是一件无上法器 会吞噬别人真气站为以用 只不过 古恒已经将功法和法器 完全融合到了极致 从理论上而言 完全无解 实在不行的话 您还是选择接受长老店的邀请吧 至少还能保住一条性命 就在陈二狗闪身退后 快速思考对策的同时 耳边忽然便传来了 古渊焦急的密语传音 话音刚落的古渊 立刻便无奈地长叹了一口气 虽然是提醒了 但古渊觉得 完全和没提醒 没有任何区别 除了实力远强于古恒的高手 硬碰硬撑爆他的金莲外 但凡只要实力稍逊于古恒 那他的金莲便是完全无敌的存在 哦 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直接用真气撑爆这金莲对吧 问题是 撑爆这金莲 能伤到这家伙吗 算了 试一试吧 反正也没别的办法了 忽然停住脚步的陈二狗 单手脱腮 一边看着缓步靠近的古恒 一边自顾自念叨叨 不 不是 陈少您 可千万别冲动 我没有这个意思 一听陈二狗的话 古渊顿时便整个人都彻底傻了眼 赶紧不顾一切 飞身而起 想要阻止 但陈二狗的速度 显然远比他快得多 随着一声宛如惊雷般的巨响 陈二狗已然一个 纵身出现在古恒身后 双掌狠狠拍在了他后背金莲之上 刚至半空的古渊 立刻便被一股渔浪给彻底击退了回去 哈哈 不愧是我们古族的供奉 够忠心 小小圆英镜而已 竟然也赶来和化神镜硬碰硬 有点意思 小子 既然你不愿意前往古族上任 那你这身修为 本座收下了 虽然有点差强人意 但 应该勉强也够让本座再突破一层了 古渊 回去之后 临死之前 本座叮当好好赏赐你一个馒头 很是赞许的居高临下 看了一眼害得满面惊恐的古渊 古恒顿时便发出了一阵惊天长笑 得意洋洋道 哎 陈二狗啊陈二狗 你怎么就这么愚蠢呢 我的意思是 让你暂时任你一时之气 哪里是让你送死啊 若是早知如此 自已打死刚才都不会开口 满心绝望的无奈瘫倒在地 古渊恨得垂胸顿足道 算了 这家伙一直都是这么没脑子 仗着有点实力 一介莽夫而已 与其在这里置气 还不如安心等死吧 明白发生了什么的古锦城 顿时也只得无奈地摇了摇头道 事已至此 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 古渊就是心中有再多不甘 也只得黯然落泪 接受事实 恨只恨自已听了肖荣华的谬言 错信了陈二狗这么一个莽夫 闭嘴 不许你们这么污蔑陈少 我相信陈少这么做 绝对有陈少的道理 陈少 从不做任何没有把握的事情 随手一挥剑指古渊和古锦城 丘盛西目光坚决看向空中 斩钉截铁道 呵呵 还真有这种无脑傻子 放弃吧 你们还是赶紧想想 一会还有没有机会活命吧 实话告诉你们 即便是化神镜高手 古恒都记败过 陈二狗一个原因镜 就算是开挂 都没有半点机会的 这根本就是毫无逻辑的事情 虽然都已经这样了 丘盛西还愿意相信陈二狗 确实让人感动 但碾压式的实力差距 并不会因为情感改变什么 所以 古渊顿时再次苦笑一声 不是希望丘盛西接受什么 而是希望他认清现实 就算是死 我们也与陈少共存亡 对 与陈少共存亡 一片高亢震耳呐喊 瞬间打断了古渊的话 扫尸一眼身后依然决绝的众人 古渊也只得叹息一声 懒得再说什么 和古锦城一样 往地上一躺后 古渊干脆充耳不闻 一心等死 兄弟们 报仇雪恨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拿起你们手中的武器 准备好随时大开杀戒 几家欢喜几家愁 目睹眼前一切的秦四仪 瞬间便激动了起来 眉飞色舞的镇臂一呼道 不过 虽然陈二狗被拖住了 但古渊 古锦城 以及古康还在 所以暂时秦四仪也还不想发难 毕竟 陈二狗一死 这三人也就完蛋了 没有比到时候 不费吹灰之力 再拿下邱家和楚南五省高手 更简单的事情 杀 杀 杀 骗甲不留 杀 在秦四仪招式下 秦五两家一众高手 瞬间便再次宛如打了鸡血一般 激烈地喊杀声 震得正得意洋洋的古衡 也很是不耐烦地塞住了耳朵 若不是身后金莲被陈二狗钳制 古衡真恨地立刻就把秦四仪 狠狠踩在脚下摩擦一顿 放弃吧 小子 就你原音镜那点修为 即便是大元满期 和化神镜相比 至少也是隔着一条银河系 与其如此 还不如留着这条小命 根本做回去 荣华富贵想之不尽 不过 随着时间推移 古衡面色忽然变得越发凝重了起来 倒不是 自已有多大不是 而是不知道陈二狗这混蛋 在搞什么鬼 长达四五分钟过去 真气竟然还在源源不断 汹涌澎湃地注入金莲之中 但按照古衡对原音镜的了解 此刻的陈二狗 早应该衰竭而亡才对 这怪异的现象 一时间让古衡 不得不开始为自己担忧起来 但古衡又一直在心中安慰自己 小小原音镜而已 再强大 也无需担忧 怎么 怕了 果然猜得没错 你融合得不止功法和法器 还有自已的惊魂 合三为一 实力倍增 难怪小小年纪就可以进入化神境 但法器破 即代表命亡 还是有点冒险了 这手段 应该是从始祖得来的吧 我记得 始祖最擅长的 就是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 通过土地传承知识 很快明白一切的陈二狗 忽然狡黠一笑道 你在叫本座做事 就算你看破了 那又如何 小小原音镜而已 注定就是本座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既然你这么不识趣 就休怪本座无情了 没想到陈二狗死到临头 竟然还有心情分析自己本领 又见他依旧从容不破 而且并未半点改变主意的意思 心中已经开始很是担忧的骨横 立刻催动功法 随着金莲光芒越发耀眼 陈二狗瞬间便感觉自己的真气 仿佛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一般 根本完全不可控的 迅速从体内流失 不过 即便如此 陈二狗依旧不慌不忙 因为周围无尽的灵气 正以另一种方式快速涌入体内 只要周围灵气不枯竭 自己的真气就会源源不断 土地感应不同于其他任何修真功法 一直都可以通过吸收自然灵气提升修为 而且自从达到元英大元满期后 这种速度更是以数十倍增加 所以 陈二狗这才在得到骨鸢点拨之后 敢直接选择和骨横硬碰硬 不过 让陈二狗稍感有些意外的是 在骨横运转功法之前 自己所消耗的真气 竟然可以称得上是微乎其微 连两成都不到 但现在有时间细细想来 陈二狗便也不再觉得奇怪 因为土地传承完全不同于其他修真功法 别人一接就是一接 而自己一接 可能需要数百次突破 这底蕴 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体积的 类似的事情 陈二狗之前也有过直观的体验 面对同等级别的高手 以前陈二狗就有轻松秒杀过 所以这并不值得太过诧异 小子 本作忽然想起 家中还有事需要去处理 我们到此为止 如何 你放心 古冤三人 本作可以不带走 秦武两家的事情 本作更不屑想参与 再这么下去 你必死无疑 本作也会耽误大事 对我们彼此都不好 忽然骨横 只感浑身筋脉膨胀的可怕 体内五脏六腑 更是宛如烈日火灼一般 男人知道 金莲承受能力 已经快到瓶颈的骨横 顿时不由的一阵心急如焚 但骨横明白 此时绝不能示弱 所以赶紧面不改色道 谁也没料到 高高在上的骨族大供奉 竟然会改口 虽然不知道 什么事情对骨横如此重要 非要在这关键时候离开 但这对古渊等人而言 无异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所以一时间 三人纷纷满脸兴奋 带着震惊地猛然睁开了眼 一跃起身的同时 真恨不得立刻便替陈二狗 做主答应下来 这恐怕不太行啊 我这根本就收不住 你再坚持坚持 再用功法加点速度 快了快了 已经被你吸走差不多一半了 加油 心知肚明的陈二狗 嘴角立刻便扬起了一抹狡侠浅笑 故作一脸为难道 傻子都听得出 陈二狗这根本就是在戏耍骨横 顿时心中无不适欣喜若狂的古渊等人 脸上立刻全部笑开了花 现在知道陈少的厉害了吧 早就跟你们说过 陈少从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扫视一眼周围目瞪口呆的琴乌两家高手 就仿佛即将赢得胜利的事自已一般 邱盛熙顿时便朝古渊三人 一脸得意洋洋道 是 是 是 厉害 是真的厉害 哈哈 之前是我们狗眼看人低 陈少是这个 我们以后也跟你一样 绝对信任陈少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 但管他为什么呢 反正小命是暂时保住了 所以谷渊三人 赶紧向空中竖起大拇指 激动地直搓手道 呵呵 真的还不到一半吗 小子 在本作面前装逼 你选错了对象 不同的境界 身上散发出的气息 完全不同 所以 谷恒完全肯定 陈二狗就是个缘英镜修真者 就算是现在被打死 谷恒也绝不相信 陈二狗的真气消耗还不过半 毕竟 之前谷恒连化神经的高手都对付过 结果也没有这么夸张 所以 谷恒坚定地相信 陈二狗肯定已经是强弩之末 冷亨一生的同时 立刻便加快了最后的运转 打算冒着深陨的风险 和陈二狗彻底一决雄词 骗你有意思吗 眼见金光已经耀眼到了极致 但旋转速度却已经明显削弱了大半 即便是有护体真气保护 陈二狗都已经被刺得完全睁不开眼 知道谷恒已经撑不住的陈二狗 立刻闭眼停止真气灌输 纵深而起后 狠狠一脚便点在了谷恒头顶 哼 随着周围金光迅速熄灭 一声比惊雷还震动人心的巨响 瞬间在众人不远处炸开 宛如蘑菇云一般的灰尘 也立刻冲天而起 这 这 堂堂古族大供奉 竟然败了 不 不会吧 这陈二狗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先 先别急 说不定这只是表面 对 对 怕什么就算谷恒败了 我们还有始祖的支援 关键是 秦也早有准备 不管怎么说 今晚最后的胜利 肯定属于我们 赶紧扑去迎面而来的灰尘 所有惊骇期待的目光 瞬间全部定格在了蘑菇云中间 虽然议论纷纷的是秦乌两家高手 但邱盛熙等人心中的紧张程度 根本不亚于对方 只不过邱盛熙他们关心的不是战局 而仅仅只是陈二狗的安危而已 好在至少从表面看 陈二狗完全处于优势 所以 邱盛熙等人心中稍微要好那么一点 扑扑 这灰尘 真尼玛难吃 你们古族的供奉 实力也不过如此吗 就是这家伙 最后还破了我的护体真气 害老子吃一嘴灰 很是恼火 在众人将近差不多半分钟的提心吊胆后 陈二狗抱怨的声音 这才破尘而出 等满身灰尘的陈二狗 像是宁小鸡一般 将生死不明的骨横拎出来时 周围瞬间便响起了一片 意料之外 却又情理之中的震呼声 这家伙交给你们了 记住 今晚 我要让他与我一同前往始祖 他身上 也和你们一样 被我控制了 你们是朋友 好好劝劝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那就杀了吧 留着也是个祸害 在邱盛熙赶紧上前 替自己拍打灰尘的同时 陈二狗随手就将骨横扔给骨渊 随后缓缓抬头 看向了貌似很遥远的云巅之上 在落地之前 陈二狗尝试过朝上空结界打出一道真气 只可惜 这道结界的主人 实力实在太强了 打出的真气瞬间完全石沉大海 不管拦下始祖的那些人 到底出于什么目的 但对自己而言 他们都是自以恩人 如此久站不下 陈二狗还真有些替他们担忧 好在这骨横的强项便是弱点 而偏偏他的弱点又是自以强项 不然今晚这战况 恐怕还真危险了 你说 上面拦下始祖的人 会不会是萧族和万族的人 思来想去 可能帮助自以的只有萧族和万族 但陈二狗更偏向于萧族 因为万彩蝶告诉过自以 万族的人除了万不得已 从不出山 所以随手招来古锦城 陈二狗若有所思念到道 不会 若是萧族和万族出手 根本没必要设下这样的结界 这道结界 完全将里面隔成了另一个世界 这也不是萧族 始祖 以及万族擅长的 抬眼望了一下上空 古锦城斩钉截铁道 那八大古族中 哪一族擅长这类本领 眉心微醋 陈二狗很是诧异 看向古锦城问道 论对秦门法阵之术的驾驭能力 八大古族中 方族当之无愧第一 不过 方族和始族一向最为交好 还有不少联姻关系 所以属下判断是方族出手的概率极少 至于具体是哪股势力 属下还真不敢妄自揣测 已经对陈二狗佩服的五体投地的古锦城 顿时稍稍退后一步 恭恭敬敬身居易公道 微微一笑的陈二狗 瞬间便在古锦城的介绍中 心中基本得到了答案 若是方族出手的话 这一切还真能解释 毕竟自已算得上和方族有些瓜葛 庄家阁楼那些实相 更见证了方族 对秦门之术的强大驾驭能力 正因为有这些联姻交好关系 所以方族的人才设下结界 不想让外界知道 只怕是 此时结界之内的双方人员还在叙旧 才始终没有结束 当然 这也只是陈二狗心中认为 最为合理的猜测而已 一切并无任何实证 兄弟们 十股两族根本就没打算全力帮助我们 他们根本靠不住 现在 该轮到我们 举起手中的武器诛杀血敌了 忽然 秦四姨一声震耳怒吼 瞬间便将陈二狗拉回了现实 若不是他这一嗓子 一时间 陈二狗感觉 自己似乎还真忘记了他们的存在 骨横都败了 谁给你的勇气还在这里下避避 赶紧扔下武器投降吧 本少今天累了 不想再大开杀戒了 很是无语地白了一眼秦四姨 和跟又打了鸡血似的 秦乌两家高手 稍稍一挥手 陈二狗满是不屑道 懒得搭理秦四姨等人的陈二狗 立刻便伸了个懒腰 在众人愤怒目光中 自由自在地 缓步朝政 抢救骨横的骨渊走去 你真的只是累了吗 应该已经是 强弩之末才对吧 虽然你赢了骨横 确实让我们大家都很意外 但骨横堂堂鼓足大供奉 实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你他妈真当我们傻呢 真不是老子瞧不起你 现在你若是还能胜一成战力 那都很了不起 冷淡一笑 秦四姨立刻神情高傲 一脸自鸣得意 朝陈二狗被引道 众宠打了一个哈欠 陈二狗都不屑去与秦四姨对话 稍稍一挥手 便示意骨渊带自己去解决一下 小小秦家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猖狂 竟然敢在本座面前大放厥词了 别说主人还胜一成战力 就是一成都没有又如何 我们三人 就能随便将你们踩在脚下蹂躏 虽然没胆量在骨横面前放肆 但秦家这些小喽啰 骨渊自始至终都还真没放在眼里 所以刚义得令后 骨渊立刻放下骨横 与骨锦成和骨康一起 竟只走到了最前沿 眉心微微一蹴 骨渊立刻满事 不屑对秦四一道 呵呵 是吗 你以为你们还是骨族供奉吗 既然不是 秦某又何必再给你们面子 仔细想想 从一开始 除了你们骨族供奉的身份外 秦某有将你们放在眼里吗 冷眼扫视一眼二人 秦四一嘴角 忽然扬起一抹 意味深长的得意浅笑道 哟 倒没想到 你们这些奴才 竟然还张本师了 也好 那就让本座好好瞧瞧 你们到底有多厉害 前面这三十八人归本座 剩下的那些杂碎归你们 让主人好好瞧瞧我们本事 也别让主人再替我们劳心劳费 倒是没想到小小秦家 竟然敢在自己面前如此硬杠 顿觉有点一丝的骨渊 立刻冷哼一声 朝古锦城和古康吩咐道 楼翼而已 放心 十秒钟解决问题 从无形之中的阶级划分来说 八大骨族 根本就不可能将外面任何一股势力放在眼里 所以 古锦城和古康立刻便纷纷答应一声 一个闪身便瞬间没了身影 而邪魅一笑的古渊 也不再废话 当即便运足真气 猛然一掌隔空拍向了秦四仪位置 就凭你 还想以一敌三十八 未免也太巧得起你自已了吧 现在 你的对手 只有爷一人 按照古渊的想法 这一掌下去 秦四仪和他身边的那些小弟 都得瞬间去见阎王 但让古渊做梦也没想到 更措手不及的是 掌下刚一拍出 一道残影便已然出现在眼前 不仅硬生生接下了自己一掌 而且逼得古渊 顿时还连退了两三步才站稳 这怎么可能 小子 你不过原音初期高手而已 虽然秦四仪也倒退了两三步 但古渊瞬间还想象 吃下了一只绿头苍蝇 心中竟然恶心 又堵得慌 再想想 自己之前还夸下海口 说要以一敌三十八 现在若是一个秦四仪都拿不下 那颜面还往哪里放 再看古锦城和古康 竟然也分别各自 和两名连名字都叫不上的小喽啰 打得难解难分 古渊内心一瞬间的震惊程度 丝毫不亚于一开始见到古横 你废话还真有点多 不屑于古渊解释的秦四仪 立刻指点乾坤 连人带着一个庞然遮天法阵 笔直朝他猛扑了过去 陈少 情况似乎有点不对啊 这秦四仪等人的实力 好像与一开始和我们交战的时候 强了不止一个档次 奇怪 秦武两家的其他人 怎么不出手啊 看得提心吊胆的邱盛熙 丝毫不敢去笑话古渊三人 毕竟 古族供奉的实力 根本毋庸置疑 所以 邱盛熙赶紧走到陈二狗面前 满脸震惊的急切惊呼道 正常 这三人性格太傲 让他们吃点亏也好 他们不出手 是因为他们的实力 借给了出手的其他人 不管他们 对了 明珠和小草他们呢 微微一抬眼 陈二狗丝毫没有半点着急和诧异 一边运工恢复 一边随口向邱盛熙问道 陈少放心 邱家遭遇偷袭的第一时间 在下就安排人将几位小姐送出了别墅去 一来 是保护几位小姐 二来 也是希望 他们能协调各方作战 不久前 在下已经和洛小姐通过电话了 他们非常安全 而且一切也和您预料的一样 虽然我们旗下各方势力都被牵制了 但基本都处于上风 对方采取的是边战边退的封锁打法 虽然心中暗自好奇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战斗方法 但既然陈二狗说不管 邱盛熙也就放下了心 赶忙恭恭敬敬回禀道 那就好 这里周边灵气已经基本被我吸收的枯竭了 而且满地狼藉 也是时候该换个住处了 通知大家 下一步 秦家 然后乌家 天亮之前 至少必须拿下一家收工 不然连住处都没有 真麻烦 得知大家都安全 陈二狗一直稍稍悬着的心 瞬间便彻底落了地 至于其他战场 陈二狗根本不担心 起身伸了个懒腰的功夫 顺口便对邱盛熙吩咐道 在下明白 赶忙答应一声后 邱盛熙立刻将所有人召集过来 开始详细分工部署 而陈二狗 此时才稍稍打量一眼眼前战局 虽然知道邱盛熙满心疑惑 但陈二狗并没和他解释 因为这种东西 解释起来麻烦 即便他听得懂 那也要花费不少功夫 不过 这对陈二狗而言 却没任何值得稀奇之处 还在楚南无省 对付上官家的时候 自己便已经体会过 只是 手法有些不同 秦家采用的 没有任何危害而已 主人 这些家伙邪门得很 越战好像越强了 我 我这边似乎有点快要撑不住了 虽然太过丢人 但已经被秦四仪猛烈攻击逼出十余米远的古渊 此时早已满头大汗 想想 丢人总比惨败 影响战局要强 所以古渊不得不赶紧开口向陈二狗球员大喊道 虽然古渊那边最为惨烈 别墅都被他们炸了好几栋 但古锦城和古康这边 其实也没有好太多 近五分钟的交战下来 二人早已完全只有防守之力 堂堂古族供奉和古族弟子 三人做梦也想不到 自己竟然也会有如此狼狈的一天 哈哈 撑不住的话 现在求饶还来得及 我们秦家 可是也收家奴的 而且 锦衣玉石 山珍海味 应有尽有 阁下要不要考虑下 陈二狗 不如 你也来加入 如何 也封你为一级家奴 可以掌控他们这些二级家奴 古渊越是难以招架 秦四仪顿时变弓的越是起劲 见陈二狗还在仰望天空 根本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秦四仪顿时更是兴奋了起来 满口讥讽道 放你妈的狗臭屁 堂堂古族供奉 何曾受过这般凌辱 急火攻心的古渊 顿时变弃的连脸都仗成了猪肝色 破口大骂道 主人放的屁 作为家奴 那也得好好闻着 夸着真香 反正你都已经是两性家奴了 又何必在乎称为三性家奴 得意洋洋 打断古渊的贺骂 秦四仪顿时越发兴奋到无聊 你们玩着 我去去就回 直到现在 天空战场依旧还是没有半点要结束的迹象 冷眼一扫古渊位置的陈二狗 立刻冷淡丢下一句话 一个闪身便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虽然周边也有人想要阻止 但以陈二狗的速度 他们根本连回神的机会都没有 哈哈 你主人都不管你 自己贪生怕死去潇洒了 现在 该后悔跟错人了吧 也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投降 还来得及 否则 你自己应该知道的 你连下一个五分钟都撑不住 虽然让陈二狗逃脱 心中很势不爽 但相比拿下古足两大供奉 和整个邱家 眼前显然更重要 所以 秦四仪暂时也懒得去在乎 一边朝古渊加以嘲讽 希望从精神上彻底攻破他 一边立刻再次加快了攻击速度 企图尽快拿下古渊 妈的 别落在本作手里 不然本作非一点点捏死你这个王八蛋不可 若是放在陈二狗和古横战斗之前 古渊还真可能被秦四仪蛊惑 但见证了陈二狗的强大 又看到他和一众兄弟的情深 古渊此时根本就不怀疑陈二狗人品 只是着实被秦四仪气得牙痒痒 让古渊既揪心又不解的是 虽然秦四仪的攻击速度加快了 但力度却并没什么变化 怪就怪在 这家伙仿佛有着无尽的真气和精力一般 这么久的恶战下来 非但没有半点疲倦感 甚至额头连一滴汗珠都没有 虽然古锦城和古康那边并没这么多废话 但局势也和古渊这边并没太大区别 正当三人再次陷入苦战的时候 陈二狗悄无声息的身影 却悄然落在了离秋家别墅区 近一里之外的山间之上 什么人 一声中喝忽然骤然而起 惊得山上飞鸟纷纷扑斥而去 陈二狗 缓步走向前方 陈二狗面无表情地随口道 五名黑衣壮汉的身影 很快便落入了陈二狗视野之中 只见并不宽阔的山地之上 四名壮汉各站一方 而另一人身居正中间 成圆形的一道图案 正在五人脚下熠熠生辉 链接整个光芒闭环的 正是漂浮在空中的一颗银珠 你 你怎么会 会找到这里 站住 小子 再敢往前一步 可就休怪我们 对你不客气了 心下遗骇的五人 顿时无不纷纷面色振变 做梦也没想到 如此隐蔽的地方 竟然也会被陈二狗发现 就在陈二狗 再次迈开步伐的时候 两声毫无底气地怒吼 立刻便从其中二人口中传了过来 跪下 目光冷漠扫视一眼五人 陈二狗只具真气 一道刺眼金光瞬间直冲空中银珠 静 竟然一击就击碎了银珠 好 好恐 恐怖的实力 跪 跪下了 我跪下了 陈少饶命啊 我 我也跪下了 我们都跪下了 这 这都是秦四仪的命令 不光我们的事啊 那可是一颗 蕴含千年灵气的旷世法宝 眼见银珠瞬间被击得粉碎 而陈二狗 完全就像是根本没出力一般 轻松自然 被眼前一幕彻底下破胆的五人 立刻便纷纷跪爬到了陈二狗脚下 磕得满头鲜血哀求道 嗯 知道了 回去告诉你们家主 一会我陈二狗 就亲自登门取他们脑袋 银珠虽好 可惜灵力已经损耗太多 基本没什么价值 但想想秦五两家 肯定有不少宝贝 陈二狗也就没那么心疼了 随口丢下一句话后 立刻便又一个闪身 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这 这怎么可能 陈 陈二狗 你个混蛋 老子就是变成厉鬼 也绝不会放过你 几乎与此同时 邱家别墅区内 刚还得意洋洋 越攻越起劲的秦四仪 忽然连挨了 古渊三四十招 在猛兔鲜血 飞出七八米远坠地之后 立刻想明白 是怎么回事的秦四仪 顿时便绝望地朝山间方向 发出了一声悲天怒吼 若不是秦四仪 这一声怒吼 正看着 自己手掌发呆的古渊 还以为自己 忽然得到了什么神助 实力越急 提升了几十倍呢 不过 刹那间的功夫 随着远处树生 七力惨叫传来 古渊这才彻底回过神来 哈哈 你小子刚才 不是跟猖狂吗 不是要让本座 给你做家奴吗 本座现在 就让你瞧瞧 做家奴的滋味 之前气得肺 都差点要爆炸的古渊 哪里会放过这么好的 教训秦四仪机会 顿时仰天一笑 一个飞身便举拳 要朝琴四一腹部砸去 一时间 古渊心中立刻便已然想好 今天要是 不将这家伙的肠子都砸出来 自己就不信古 住手 这家伙 我留着还有话要问 你们现在的任务 是清理那些小鱼小虾 收起你们 在古足养成的恶习 我的规矩是 想者不杀 就在古渊眼看要得手的时候 一声轻微冷哼 伴随着陈二狗 极其平静的声音 忽然响起 惊得古渊赶紧收手 一个滑步 退出了四五米远 不等其他人回过神来 随着一道人影闪过 琴四一瞬间 便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直到大家收拾完残局 整装待发 就等陈二狗一声令下 立刻便可以持缘各地 和杀向秦乌两家的时候 陈二狗的身影 这才再次凌空 而降立在了众人正前方 陈少 刚已经接到庄家 和颜家等家族电话 他们已经全歼敌人 现在就等您一声令下 立刻可以一分为二 同时对秦乌两家出手 赶紧迎上前 邱盛熙恭恭敬敬 站在陈二狗身后 抱拳禀道 秦四一已经死了 临死之前 秦四一交代 现在秦乌两家 各有十股两族的高手入住 现在对他们动手 恐怕只会适得其反 即便最后赢了 也只会是惨胜 大家也累了 先全部入住 庄家抱团防备报复 以及休养生息后 再做打算吧 凝望一眼结界 还未消除的空中 陈二狗神色颇为凝重道 秦四一死了是不假 但这些信息 却是陈二狗通过以土地神身份 从他魂魄中得来的 不过 为了不打击大家信心 陈二狗的话 其实只说了一小半 真实的情况 远比陈二狗所说和之前料想的 恐怖百倍不止 所以 即便邱家并不缺其他住处 但经过慎思 陈二狗还是做出了抱团供防的决定 邱某明白 虽然心有疑虑 但邱盛兮相信 既然陈二狗做出了决定 就自然有他的道理 所以不假思索答应一声后 立刻便安排了下去 主人 发生了什么意外 有什么事我们能为您做的吗 直到大家开始忙碌转移 古渊只住古锦城和古康 来到陈二狗身后 公诉问道 秦家 有你们古族长老店的人 乌家 有始族长凤店高手 而且他们早就不好局 等我们去送死了 随手招来古锦城和古康 他们本就是古族之人 所以 陈二狗并未向他们三人隐瞒 还希望他们 能帮自己分析分析 眼前情况 这 这怎么可能 长老店和长凤店 可是古族和始族真正的中层机构 以前从不出来的呀 主人 既然长老店和长凤店的人插手了 那我们现在绝不能去送死 这两店可都有画神镜后期高手 最差的 也得是画神镜前期三接 绝对不能去 文言纷纷心中大害的三人 立刻便各个面色惨黑 你一言我一语相劝中 话语中无不透着惊恐和震撼 我心中有个疑问 八大古族 明明实力如此强横 为何避世而居 还有 方族的人 之前为何又能出来 建立华夏第一家族 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明里暗里 都和八大古族脱不开关系 而这八大古族 又透着 让人完全看不透的神秘和迷雾 所以稍作沉思后 沉二狗狐一目光快速扫过三人问道 这 这 属下实在不知 自从出生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被言传身教 没有命令 不得插手外界任何事物 实不相瞒 百多年来 我们出谷的次数 一个巴掌就可以数得清楚 传闻之前 也有人出于好奇 私自出来 但后果无意不是魂飞魄散 甚至累积家人 极其严苛 和其余二人对视一眼后 古愿立刻甚视为难道 大家的安全 就交给你们了 这是十道传信符 只要你们用力量震碎其中任何一张 即便是在万里之外 我也会得到消息 立刻赶回 你们负责 发给其他人 从紫金袋中取出十块灵石 当场制成灵符 交给古渊 不等三人问话 尘二狗立刻一个闪身 便再次消失在了天际之间古渊的回答 对尘二狗而言 等于什么都没说 但弄不清这个问题 接下来尘二狗就无法放开手脚 制定任何计划 而且刚才一战 着实让尘二狗意识到了八大古族的强大 若不是有人暗中出手 帮自己拦下始族的人 只怕自己 以及和自己相关的所有人 今晚都将灰飞烟灭 所以 经过深思熟虑的尘二狗 心中已然决定 必须再次前往一趟万族 就算不能为前往始族拉来支援 也必须见到万族高层 弄清楚这些问题 本来尘二狗首先想到的就是萧族 但按照古渊的说法 萧荣华已经离开住处 下落不明 所以 尘二狗才不得不将主意 打到万族身上 至少现在万族也有求于自已 应该还有几分希望 等尘二狗轻车熟路 赶到万族隐世地盘后 却瞬间被眼前一幕 稍稍惊呆了眼 只见一望无银的田地间 到处插满了各种白旗 隐隐之间 还能听到轻微的啜气声 很显然 这并不是投降的意思 而是在祭殿有人先试 什么人竟敢擅闯我万族境地 正当尘二狗想利用土地感应 查探情况的时候 一声震吼 忽然从天而降 还不等陈二狗回过神来 一道白影 已然凌空而立 赫然出现在 自已正前方的半空之中 晚辈陈二狗 拜见前辈 稍稍打量一样对方后 陈二狗赶紧攻身抱拳 神情肃穆倒 一眼看上去 来人大概年约三十左右 五官精致 身材高大 背负常见 一身洁白长衫 迎风而立 长发飘逸 还真有几分影视剧中上先的风采 虽然对方看上去 并没比自已大多少 但八大鼓足的人 根本没办法 用肉眼判断真实年纪 而且 对方能如此轻易发现自已 显然实力超群 所以陈二狗 这才以晚辈自居 更重要的是 对方并非之前 自已相识的老者 李多人不怪 陈二狗并不想惹麻烦 哦 是你呀 万族没空招待你 有事就说 没事趁早离开 记住 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下次再赶无照擅闯万族 杀无赦 冷淡瞟了一眼陈二狗 青年满事不屑忠 带着一丝 不耐烦道 晚辈遇到了天大麻烦 想要求见万族族长 还请前辈通病 自已所求之事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也做不了主 所以 稍作沉思后 陈二狗立刻再次 以躬身抱拳道 正当陈二狗 还想细细解释 心中估算 怎么也得求见到万族中层时 忽然只敢有鼓励风 从天而降 身形下意识移动的同时 一声乍响 瞬间便在自已所立的原地轰开 等陈二狗眉心 微促回头望去时 地面已然掀起了一股油石子 灰尘和树枝形成的 巨大蘑菇云 毫无疑问 若不是自已反应及时 纵然就是能逃过一劫 恐怕也得 至少丢掉半条命小子 这次只是警告 也是最后一次警告 你算个什么东西 哪来的资格 夜见我万族一族之掌 本座能出来听你废话一场 就已经算是给足了你面子 别以为我们万族和你有一场交易 就可以有恃无恐 实话告诉你 就算没有你 我万族想做什么 都可以信手拈来 滚 倒没想到 陈二狗竟然能全身而退 青年微微一正后 立刻字字宛如红中一般道 即便这家伙 无心取自已性命 但刚才一击 至少是奔着重伤自已而来 若是换作上次前来万族的时候 此刻字宜恐怕早已非死即惨 万族很强大不假 也确实有合作交易 但这并不代表 万族就可以随意践踏 自己尊严和生命 而且 合作也必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 希望面对古族长老店 以及始族长风店的人时 前辈也能有这股傲气 还有我也实话告诉前辈 遵您敬您 是因为我素质高 不像某些人自以为是 所以灵力目光再次挪到青年身上时 陈二狗眉宇之间 立刻迸发出了一抹怒意道 什么 你是说长老店和长风店的人都出动了 这怎么可能 小子 你怕不是在糊弄本作吧 呵呵 没想到 短短两天不见 你的实力 倒还真是精进了不少 正好 本作还从未与你们外界这些露锣交过手 今天就拿你来过过瘾 本作倒要看看 你的实力 是否匹配得上你这张立嘴和自以为是的尊严 短暂惊恶后 青年心中很快便有了判断 不屑冷哼一声的同时 双指之上立刻便汇聚出了一个篮球大小的蓝色光球 明显感觉有人正在靠近的陈二狗 并未搭理青年 但心中却证明了一件事 正如秦四以鬼魂交代的一样 长老殿和长凤殿的人意出来 果然会引起其他六大古族的极大震撼 看来自已之前预算的八大古族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估计也快了 请六舵主手下留情 万彩蝶可以证明陈少的话确实不假 还请舵主向宗师堂秉明一切 相助弟子完成任务 就在陈二狗心中这一盘算间 万彩蝶熟悉的身影已然出现在眼前 不过 不同的是 他是匍匐而跪 对眼前青年也是尊重有加 虽然之前对万族也没有太多了解 万彩蝶也不敢太多透露 但就目前万彩蝶的话而言 陈二狗立刻可以判断 这宗师堂在万族的地位 应该相当于长老殿和长凤殿在十股两族的地位 不用了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 即刻回归族内 做好你的本分工作 小子 你和我万族之间的交易合作 也到此结束 看在你和我万族还算有一丝交情分上 本座今天饶你不死 滚吧 一缕清雨飘入耳中 青年顿时面色微微一沉 很是不耐烦道 这 六舵主 敢问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忽然看到满山白旗 万彩蝶心头一震 泪水抑制不住向下滑落 哽咽道 嗯 怎么 才出去两天 就连我万族的规矩都忘了 是想让本座罚你 三个月内 与猪同时同住 不得缩减 目光凛晨 迅速投向万彩蝶 青年面色瞬间略微难看了起来 声音向下重压运怒道 六舵主息怒 属下不敢 属下知错 属下认法 知道自己身份低微 根本无权过问 只有服从的命 所以 顿时下得花容失色的万彩蝶 赶紧朝青年 连磕三个响头 起身稍有不舍望了一眼 身后的尘二狗后 立刻就要飞身而去 虽然不知道去世的人是谁 但看得出肯定对万彩蝶非常重要 等级森严 在这个社会随处可见 本来并不想插手万族事物 但这么久的相处 尘二狗对万彩蝶已经有了一份友谊 怎么可能见得了自己朋友 被人如此欺凌 那人没死 我能救 他现在是我尘二狗的朋友 容不得你见他 给你两个选择 我帮你救人 万彩蝶脱离万族 要么杀出一条血路 我带他离开 所以 顺手拉住万彩蝶小手的同时 尘二狗立刻目光如见 领列射向青年斩钉截铁道 六舵主 不 不是这样的 您 您听我解释 陈少 别闹 这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快向六舵主道歉 做梦也没想到 竟然会有人为自己 这样的低贱丫头出头 难以置信 满脸惊恐地看了一眼尘二狗后 回过神来的万彩蝶 顿时整个人都慌了神 在赶紧向怒戎顿起的青年道歉时 更是急得泪眼迷离 对陈二狗直跺脚道 没什么可道歉的 我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 万彩蝶 今天我陈二狗 互定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 这位已经入管的老者 在你们万族的地位 应该不低吧 该如何选择 你自己看着办 紧紧拉住万彩蝶右手 陈二狗不卑不亢地 依然决绝道 心中暗呼一声 彻底完蛋的万彩蝶 立刻整个人便彻底傻了眼 虽然三个月与猪同吃同睡 确实是莫大的耻辱 但对万彩蝶而言 这点尊严和陈二狗 和自己的性命相比 却绝对完全不值一提 言之凿凿 大话谁都会吹 本作如何信你 道消神灭 等同神魂灰飞烟灭 你这种外界拥衣 该如何救 一缕清雨 立刻打断了青年心中 无尽怒火 虽然有些不甘 更是不信 但万族等级森严 青年也不敢违背上意 只得怒声 朝陈二狗贺问道 传闻据使法象阵 具有巩固神魂作用 此时陈二狗才明白 万族为何忽然中断合作 眼前数不尽的满地白旗 便是答案 除了将人救活 这种事情 根本无法用任何其他办法去证明 而且是到如今 陈二狗也懒得和他们废话 从青年面色多次变化中 陈二狗便知道 背后肯定还有人指使他 呵呵 爱信不信 要不是你们万族自以为是 那位前辈 根本无需受这么多苦 当初第一次前来你们万族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医术了得 能帮你们救人 但好说歹说 你们就是不信 说白了 那位前辈 根本就是 被你们这些 鼠目寸光的家伙给害死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 就算是死 也绝不能让万彩蝶 去和猪童吃童睡 所以 陈二狗干脆心一横 直接畅言道 世界上 没人能对万族不敬 其他古族如此 你这等外界贱民 更连这种心思都不该有 废话少说 今天 你必须为你的贱嘴付出血的代价 本座也不是强凌弱 欺负你这种低等贱民 给你一次机会 本座不出背上宝剑 只要你能就击退本座半步 本座不仅饶你贱命 更私自做主 准他脱离万族 贱密语不再传来 又见陈二狗一介低等贱民 居然也敢在至高无上的万族面前 如此嚣张跋扈 早已忍无可忍的青年 立刻震袖一挥 朝陈二狗怒斥道 陈少 不要 你 你赶紧走 我没事 陈少 求你了 不要再冲动鲁莽了 六舵主可是化神镜高手 背上宝剑 更是至尊法器 即便不动宝剑 你也不是对手 算彩蝶求你了 还不行吗 六舵主 彩蝶甘愿受罚 还请舵主息怒 饶陈少 一条贱命 不等陈二狗说话 已经急得心肝寸断的万彩蝶 赶紧拼命抓住他双手 一边泪眼哭求的同时 立刻就要朝青年跪去 彩蝶 记住 你的命 对我而言非常尊贵 你不是贱命 我也不是 虽然每个人的出生境遇不同 但至少 我们要坚信自已 L 要比可以 但我不喜欢占人便宜 拔剑吧 虽然不敢说什么 美人天生就是贱命 但陈二狗 至少现在 可以用实力证明 自已和他不是 所以轻轻拉起万彩蝶双手 温柔安慰几句后 陈二狗立刻冷眼 瞟向青年道 好 本作就喜欢着 这股牛逼轰轰的 装逼近 既然如此 本作成全你这微不足道的尊严 受死吧 虽然明确肯定 陈二狗就是原因修为 但既然他非要找死 青年也正急欲狠狠教训他 所以 青年当即便只尖一挥 血红常见凌空而起 笔直朝陈二狗凌射了过去 花容彻底失色的万彩蝶 顷刻间便感觉一股灵力威压 从天而降 浑身每一寸肌肤 都仿佛瞬间要被这股力量剖开一般 但还不等他惊喊出声来 陈二狗立刻抬手一挥 数十缕金色光芒 瞬间便宛如灵蛇一般 缠住了青年宝剑 这 这 怎 怎么可能 明显感觉不是赶在消散 最关键的是 眼前宝剑的色盲 竟然也在急速退化 瞬间彻底惊呆了眼的万彩蝶 几乎和青年同时脱口而出道 多谢赏赐 还有什么宝贝 就全部使出来呗 说不定能撑死我 土地传承 最擅长的 就是吸收自然和万物灵气 在宝剑落下的那一刻 陈二狗立刻相当满足地 还故意朝青年舔了一下唇边道 混蛋 本座废了你 眼看如此精士瑰宝 至尊法器 竟然瞬间沦为废铁落地 青年的心 简直就像是刀割一般在滴血 再加上陈二狗肆意挑衅 青年一时间更是怒火中烧 掌上会起一个巨大的蓝色光球 立刻嘶吼着 朝陈二狗位置猛推了下去 住手 退下 但还不等青年真正发威 一个极其苍老平静的声音 却瞬间打断了他一切动作 就在陈二狗略带好奇 抬头望去时 立刻便见一名老者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然出现在青年正前方 但见来人只是指尖轻轻一挥 青年便已然彻底退回了原位 关键是 说原位就是真正的原位 至少肉眼看上去完全没有半点偏差 就凭老者这份对真气的掌控能力 陈二狗就得自愧不如 而且可能是相隔十万八千里 五失踪 看清来人后的青年 顿时立刻便彻底捏了下来 赶忙满面惊恐跪倒在半空之中道 与此同时 陈二狗也简单打亮了一眼来人 一眼看上去 来人应该年约八十左右年纪 白发苍苍 颇有几分先锋道骨感 特别是那极为特殊 向外凸起的额头 让陈二狗立刻就想到了 影视剧中南极先翁的形象 好了 老夫都知道了 不用不服 虽然这位小友只是原因尽后期修为 但你确实不是他对手 万彩蝶 从此你自由了 是去是留 由你自已决定 这位小友前途无量 大有担当 确实是你一个非常绝佳的托付 面带微笑 慈眉善目扫尸一眼陈二狗 和万彩蝶二人 老者唯唯而谈道 属下明白 真 真的吗 多 多谢武 武师宗 不 不 多谢武师祖 既然武师宗都这么说了 那青年绝不敢有半点质疑 所以只得自残行贿埋下了头 而万彩蝶 却是瞬间情不自禁地 扑进了陈二狗怀里 因为太过激动 也因为从未见过 如此高高在上的宗师堂高手 一时间 舌头只打劫的万彩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当然是真的 宗师堂岂有言而无信的道理 不过 你应该感谢的不是老夫 而是这位陈少 你的自由 是他替你争取来的 微微一笑 老者很是和蔼可亲道 多谢陈少 彩蝶以后生是陈少的人 死是陈少的鬼 文言 万彩蝶瞬间开心的 就像是一个得了棒棒糖的孩子 靠在陈二狗肩膀上 甚至还带着几分娇羞道 本来陈二狗还在担心 以眼前这五失踪的实力 自己恐怕完全不是对手 还是得赶紧设想脱身方法才行 但慈眉善目 善解人意的老者 很快便让陈二狗 稍稍放下了一丝戒心 拥有这般精是伟才的后人 方族真是好生献煞老夫啊 对了 小友之前说老夫大哥还能救 不知此话是否当真 此话可开不得玩笑你 还请小友名言 小友尽管放心 不管真假 老夫都绝不会为难二位 由衷感叹一声后 吴失踪缓步走到陈二狗面前 两眼稍稍散发出一缕精光道 当然 我陈二狗向来都是说到做到 不过 小子斗胆 须向前辈讨得一丝好处 道消神灭想要救活 完全等同于起死回生 扭转乾坤 颠倒阴阳 极其艰难 毕竟 彩蝶的自由 小子刚才已经赢回 所以这必须是另外的价钱 没想到去世的竟然是 也是一位失踪 而且还比眼前这位地位更为尊贵 所以 陈二狗顿时记上心来 眼中闪过一抹极难察觉的精光 不卑不亢道 而一旁的万彩蝶 一时间也是彻底傻了眼 他做梦也想到 那位以前经常照顾自己的长辈 身份地位竟然会如此崇高 哈哈 那是当然 小友快人快语 老夫喜欢 不过 既然如此 老夫丑话也得说在前面 倘若小友是在拿我万族开玩笑 那老夫可保不住小友 甚至 老夫更不敢保证 万族一怒 是否会迁怒其他人 比如邱家 一阵仰头大笑 老者很是欣赏地 拍了拍陈二狗肩膀道 虽然他的话并没有说完 但背后的话 陈二狗却是心知肚明 如今 始族和古族插手字 已与秦巫两家争斗 就已经够头疼的了 若是再加上一个万族 陈二狗可以肯定 自己和身边所有人 绝无半点活路 这么说 小子还是明哲保身最为妥贴 毕竟 前辈已经承诺过了 绝不为难我们二人 想必以前辈身份 肯定不会言而无信 对吧 顾待一丝惬意 陈二狗连忙拉起万彩蝶的手 做事就要离开 哈哈 你小子 还真是猴精猴精的 老夫代表的 只是老夫而已 可不代表其他人 不开玩笑了 说说你的条件吧 这事可不能救人之后再说 毕竟 万族不能言而无信 必须先考虑 你条件之后 再做决定 知道陈二狗是有备而来 肯定也有所求 所以 老者并不着急 转打了一个哈哈道 小子有三个请求 晚辈需要前往始族救人 想请前辈答应同网 助我一臂之力 还有晚辈想知道方族线索 以及你们八大谷族 为何鲜少参与外面事务 口里说着玩笑 但陈二狗可不敢将老者的话 当成玩笑 不过 事先说好也行 自己也可以估量风险 而且 老者既然这么说 那必然没有回旋余地 所以 陈二狗干脆直接开门见山 小友这三个条件 简直条条都是要我万足的命啊 微微一正 老者立刻便陷入了短暂沉思 自言自语一般念叨道 前辈言重了 晚辈前往始族 只为救人 自然有办法替前辈隐藏身份 前辈别忘了 晚辈既然能救您兄长 这点本事 绝对是有的 没有被直接拒绝 陈二狗便知道 肯定有戏 眼前一亮的同时 立刻乘胜追击道 好 不过老夫只能应允你两个条件 因为方族自从遇难后 虽然还有人在暗中活动 但确实没人知晓他们下落 至于我们 为何鲜少参与外界事务 原因很简单 八大谷族 曾经都被高人下过一种诅咒 亦或者是特殊功法 反正我们参与外面的事务越多 就会遭到反噬越强 严重者 甚至灭族 稍作沉思 仔细衡量后 老者很快便喃喃自语 般念叨叨 心中微微一惊的陈二狗 虽然嘴上没说 但心里却其实根本不信 八大谷族何其强大 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诅咒和功法 能有实力将他们全部困死 在室外 这不是玩笑 之前是十大谷族 一夜之间两族彻底陨落 便是铁证 我们甚至严重怀疑 方族如今的惨状 就是遭到这种反噬的结果 小子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能参透的 当然 诅咒 功法 这都只是我们的说法而已 至于对方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 恐怕也只有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知道了 剑尘二狗并不相信 老者顿时便仰望星空 苦叹了一声道 那始族和古族的人 在外界如此肆无忌惮 为何不见遭到任何反噬 而且 方族立威华夏第一家族 数百年 这反噬 未免也来得太晚了吧 虽然怀疑事情真假 但陈二狗并不质疑老者的话 所以百思不解的陈二狗 立刻满心狐疑追问道 谁知道呢 也许 一切都冥冥之中 自有定数吧 很多东西 八大谷族参悟了上千年 都没有半点结果 又岂是老夫这种庸俗之人 可以参透的 你的问题 老夫已经解答完毕了 请吧 光只是想想 都有些头疼 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而且心中急于救人 所以老者立刻一个踏空而起 率先朝更为隐秘的深处飞去 以武失踪的身份 绝不可能说谎 陈少 那 那人真的还有救吗 快速跟上老者速度后 万彩蝶第一次带着质疑 眼神看向陈二狗道 倒不是自已不知道陈二狗本事 也亲眼多次见他扭转乾坤 但对于修真者而言 道消神灭 便是无力回天 这是基本常识 再加上心中太挂念那人生死 所以万彩蝶不得不心中有所怀疑 你看我像是开玩笑吗 虽然土地感应 无法进入更深处探查 但这次陈二狗却顺利延伸进入了灵堂 即便没有完全把握 但心中已有一定成算 所以微微一笑的陈二狗 立刻嘴角扬起了一抹浅淡的狡黠微笑 在武失踪带领下 三条人影 很快便出现在了一处 挂满白翻白布的草屋之外 一阵低气声 立刻便从内屋 传入了三人耳中 刚走进屋内 透过浓浓的香烟浅纸烧出的烟雾 陈二狗很快便将目光定格在了 被两侧 跪满头戴桑金的男男女女 围在中间的黑色油漆光裹上 好在老人先是不久 并未封关入土 否则就是神仙降临 恐怕也难以回天 老五 胡闹 以你的修为 难道还能不知道消神灭 意味着什么吗 老玉虽然知道你是一片好意 但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修真者 也不例外 年轻人 老玉虽然不知道你本事和目的 但请你自重 坑蒙拐骗 必然不会有好下场 就在陈二狗启动透视眼 仔细查看安静躺在棺果内的老者遗体时 却忽然被一声呵斥 打断了所有思绪 等陈二狗寻声望去时 这才发现 一名老妇人正满脸厌恶地看向自己 而不久前还坐怀不乱的武师宗 此时却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 一脸委屈地靠在了墙角 目光重新挪回的同时 陈二狗立刻便简单扫视一眼老妇人 仅凭肉眼看上去 老妇人应该差不多七八十左右年纪 两鬓苍白短发向上盘起 不算精致 却非常干净整齐 手持一根舌头拐杖 加上天生看上去 有些不近人情的五官 给人一种不容靠近的无形威严感 老人家 晚辈愿意向上人头担保 您先生 确实还有救 从对面武师宗首饰中 立刻便猜到了老妇人身份 陈二狗赶忙身形微弓 毕恭毕敬道 你这向上人头 可不止老玉打扰王夫遗体 赶紧滚吧 否则 别怪老玉手中舌杖不讲情面 或许你还不知道 但老五应该非常清楚 老玉一怒 可是连他都受不住 见陈二狗言之凿凿 老妇人眼中却是立刻闪过了一抹光芒 但如此简单的基本常识问题 还是让老妇人立刻便打消了心中仅有的一丝希望 如果不是不想在王夫灵位和遗体前见起血光 此时早让陈二狗魂飞魄散 哪来的野小子 没听到奶奶的命令吗 再不滚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现在外面那些低贱种类 还真是越来越没点教养了 竟然赶来我们万族碰瓷 小子 赶紧滚吧 我们万族 一数高超者不下摆 修真高手更是数不胜数 没你耍宝的余地 一片购骂嘲讽 立刻便随着周围众人纷纷起身而汹涌扑来 虽然陈二狗早知道 也听多了 八大鼓族自以为高人一等 一直都将八大鼓族之外的所有人 视为低人一等的贱民 但此时心中 还是立刻便燃起了一股无名怒火 武士宗 你也看到了 是家属不配合 可怪不得我们 彩蝶 我们走 说来也真是 替老爷子感到可悲 生前少说 也得是化神经后期修为 也算得上是一代英才 呵呵 零了零了 最后 却要死在枕边人和子孙的自大和无知之下 冷哼一声 陈二狗立刻拉起万彩蝶的右手 说话间 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草屋 和其他人被陈二狗的话 气得怒容满面不同 一旁的武士宗 却是差点心脏都给他吓出来 虽然武士宗一眼便看出了陈二狗用的是激将法 但这家伙实在是太胆大包天了 要知道 眼前这位嫂嫂可不是一般人物 而是万族宗师堂 仅次于其王夫的二师宗 脾气古怪得很 若是将他激怒 别说陈二狗必定死无葬身之地 自已恐怕都要惨遭连累 若是早知如此 当初就是被打死 武士宗也绝不可能带陈二狗进来 先生请留步 老玉心中悲戚 亵渎了先生 还请先生恕罪 老玉与王夫一世恩爱 岂能背上这谋害王夫大罪 先生教训的是 但凡有半点希望 老玉都该全力以赴 望求先生妙手回春 老玉定当感激不尽 正当众人怒火中烧 要出手给陈二狗一个教训的时候 老妇人忽然身形微动 便率先拦住了陈二狗二人去路 稍稍攻身 态度极其谦和道 不知前辈所谓的感激不尽 是怎么个感激不尽法 虽然我这种低等贱民的头颅 在您眼前不值钱 但在我眼里 可是金山银山都换不来的 见老妇人已经入套 陈二狗顿时借机声势 狡黠一笑道 刚因为嫂子改变主意 而暗松一口气的武士宗 顿时便差点没被陈二狗的话 给气到吐血 刚在自己这里讨到好处 转眼又向嫂子要恩惠 这小子还真不是一般的 会顺着枝条往上爬 太他妈心黑了 正当武士宗心中恼怒 实在气不过 想要警告陈二狗 别太过分的时候 却立刻被老妇人一个灵力眼神 给吓得再次彻底缩了回去 老玉言师 还请先生大人大量恕罪 不知先生想要何等好处 但凡老玉能办到的 绝不推辞 只求先生起死回生 就妇人王夫一命 再次稍稍躬身 老妇人立刻诚心实意道 前辈客气了 晚辈想要的 不过是做人的一个 基本尊严而已 所以在您老伴 起死回生的那一刻起 晚辈希望万足没人 再称外界人员为低贱品种 至于其他好处 武士宗早就已经给过了 现在在下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救人可以 但您必须完全信任晚辈 将您先生遗体 交给晚辈一个时辰 朝武士宗微微一笑后 陈二狗有条不紊道 就武士宗那要吃人的眼神 陈二狗知道 自已要是敢有半点过分 即便他现在奈何不了自已 日后肯定也会包了自已的皮 所以稍作思考后 陈二狗立刻打消了 请老妇人和自已 一同前往始祖的打算 况且 医者人心 自已也不可能真的 眼睁睁看着一个活人被活埋 本以为接下来 应该顺风顺水的陈二狗 却不想老妇人 非但没有立刻承认 反正梅雨之间 立刻彻底阴沉了下来 甚至在某一秒间 陈二狗还明显地感觉到了 从他身上迸发出了灵力杀气 而且同时投来杀气腾腾 和愤怒眼神的 还远远不止老妇人一人 混蛋 你他妈说什么呢 大失踪的遗体 岂是你这种低等贱民能触碰的 二失踪 宁可千万别信这小子的花言巧语 这家伙摆明 就是为大失踪遗体而来 对 祖母 这家伙绝对居心叵测 让孙儿送他去见阎王吧 狗杂种 其心可诛 必须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我就说嘛 盗销神灭 怎么可能还有救 原来这坏批 竟然打的是这个主意 直到周围一阵勃然怒骂声响起 陈二狗心中 这才暗叫一声麻烦 因为自己人品 根本不容自己往那方面去想 所以 一时间还真忽略了一件事 传闻修真强者一旦陨落 遗体短时间内 对其他修真者而言 便会成为一座宝库 甚至有些强者 还可以吸收对方惊魂 快速提升自我实力 当然 这些仅仅只是传闻而已 陈二狗从未亲眼所见 更不可能亲身体验 因为按照这个传闻 陨落的修真者 必须达到化神镜才行 而陈二狗所见过的化神镜高手 至今还是屈指可数 只是陈二狗做梦也没想到 万族的人 竟然会将自己想得如此卑劣无耻 不过想想 他们对外面人 那种刻进骨子里的鄙视 似乎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 先生 请 所有人 退下 稍稍抬手指住 朝陈二狗摩拳擦掌的众人 老玉目光坚定 对陈二狗道 虽然对陈二狗 没有多少好印象 甚至老妇人根本不相信 她有着起死回生的本事 但至少这家伙看上去并不蠢 那她就应该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就算她真的要拿自己 亡夫遗体做什么 那她也绝无可能活着离开 所以 即便自己确实有赌的成分在里面 但经过老妇人深思熟虑 这场赌注 值得压二失踪 祖母 好了 都给老玉退下 虽然耳边还有不少不放心 想要反对的声音 但在老妇人手中舌障一处后 整个世界 瞬间便彻底安静了下来 直到大家纷纷退下 陈二狗这才立下一道结界 牵起万彩蝶右手 神色凝重 再次走进灵堂 陈少 彩蝶相信你 大失踪生前为人和善 实不相瞒 彩蝶这一身修为 就是大失踪侵传的 只不过 那时候 彩蝶还不知道 那位老爷爷 竟然会是身份尊贵的大失踪 扑通一声 跪倒在灵魏前 万彩蝶泪如雨下哽咽道 哈哈 彩蝶 你也太看得起你二狗哥了 道消神灭 就是神仙下凡 都无药可救 何况是我 这是基本常识 再次启动 透视眼 仔细打量一番 棺材中形如死人一般的老者 陈二狗扑斥一笑道 那 心中顿时一阵大惊的万彩蝶 瞬间整个人便彻底再次傻了眼 心中不得不为陈二狗 再一次撤旧 紧在了一起 毕竟 这可是万族 绝不是什么 可以随便开玩笑的地方 哪怕就是随便说错一个字 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又何况是这种弥天大谎 不用紧张 其实 老爷子并没有真正到消神灭 只不过 也快差不多了 所以才会被误诊 反正说出来 他们也不会信 只会以为我是个骗子 还不如就这么办得了 搞不好还能多得点好处 也没什么不好 看着万彩蝶那张已经因为自已 紧张到抽搐的脸 陈二狗顿时不由地一阵心疼 心中暗呼一声 这可是个大功成 陈二狗脸上缓缓扬起一抹浅淡苦笑道 这怎么会呢 万族虽然不以医术见长 但随便一个医者 放在你们外面 心中暗虚一口气的万彩蝶 很是费解道 彩蝶 这种想法 要改 华夏文明远远流长 能人辈出 即便是你们八大古族 也不过其中一素繁星而已 又能传承多少 持有所长 寸有所短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不看低自已 不看低任何人 上涨微微上台 老者整个人 瞬间便从棺材中飘浮了起来 陈二狗眉心微醋 对万彩蝶道 随后 陈二狗迅速化气为真 随着老者身体转动 宛如暴雨般 立刻纷纷涌入老者体内 彩蝶之错 保证永不再犯 自知失言的万彩蝶 赶忙充满歉意道 嗯 以后再犯 可是要打屁屁的 随口开了一句玩笑 陈二狗立刻引渡生机赐予能力 进入老者体内 在瞟了一眼万彩蝶那羞红的脸蛋后 陈二狗嘴角 立刻便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浅笑 不过 此时陈二狗也没有太多功夫去思考这个 毕竟老者的身体已然病入膏肓 若不是自已拥有土地传承 恐怕还真只有神仙下凡 才能挽救他一条生命了 所以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万族那些医者 绝对算不得什么拥医 能将老者的生命延续至今 确实已经算得上是医界魁首了 只不过 他们发现巨石法象阵的作用时 已经太晚了 而且 巨石法象阵是否真的有传闻中的能力 也还有待考究 与此同时 草屋数百米开外 得知消息的万族医者 很快也全部赶了过来 所有人都想 一睹这神迹的降临 只不过 绝大部分人 却只是单纯来瞧热闹 看戏的而已 并非他们不希望大失踪起死回生 只是如此违背常理的事情 又有谁会信 一个时辰马上就要到了 怎么还没有半点动静 呵呵 怎么可能有动静吗 一加一 除了等于二 还能等于五不成 我们上百一者 闻所未闻 到萧神灭还能救的先例 那小子 怎么可能 他要真有那本事 那可就真是划时代的丰功伟绩了 绝对值得立生词 也不知道 那混蛋对大失踪的遗体 做了些什么 已会非得让他生不如死不可 时间越发临近 深厚的议论嘲讽 便越发肆意 老妇人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已然闭上的双目 无疑说明了 他心中此刻的绝望 一束强烈的刺眼紫光 忽然直击前方结界 猛然抬起眼皮的老妇人 一个闪身立刻便消失在了众人眼前 不得对恩人无礼 更不得打扰恩人调息 正当大家就要随老妇人一起 大喊着要前往诸沙尘二狗 这狗贼的时候 一生熟悉的凛然怒吓 却差点没将在场所有人吓破胆 是 是大 大失踪 真的是大失踪 这 这怎么可能 难 难道一加一 真的可能等于五 不 不会吧 完了完了 我的世界观都要崩塌了 那小子 何止是神医 简直就是活神仙 看着眼前忽然从结界内飞身而出 直接将老妇人 搂入怀中的老者 刚要动身的万族众人 顿时便无一不适 彻底完全惊呆了眼 若不是大家都是修真者 并不怕什么鬼怪 否则非得以为 这是什么鬼魂 彻底下破胆不可 万老头 可喜可贺呀 但还不等喜极而泣的众人上前道贺 忽然一个宛如虎啸龙吟一般 让人内心极其震撼的声音 却瞬间让在场所有人心头为之一震 更让众人有些不寒而栗的事 这可是万族地盘 虽然算不得罪腹部 但却已然接近腹部 而且在场这么多高手 之前却竟然没有一人发现有人靠近 来人的实力 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恐怖 更关键的是 众人即便环顾了一眼四面八方 却依旧不见来人身影 呵呵 老夫还当是谁呢 原来是方族的小子啊 正好老夫要设宴寇谢恩人 既然来了 不如也下来讨杯谁酒吧 大师宗嘴角微微一扬 缓缓落地的同时望向空中道 此时身在屋内 正满头大汗 快速运功恢复的陈二狗 一听竟然是方族的人来了 顿时便不由地心头一震 完全顾不得虚弱的身体 赶忙冲出了屋内 穷乡僻壤 能有什么好货 你个老头的水酒 本少没兴趣 倒是你的白豆腐 倒有几分兴趣 下次再死的时候 记得派人通知本少 完全无视大师宗好意 来人丝毫没有半点的客气地冷嘲到 本以为接下来很可能 有场大战的陈二狗 却做梦也没想到 大师宗非但没有半点怒意 反而立刻便发出了一阵响亮的狂笑 就连万族那些人 自从知道来人身份后 好像也完全习以为常 也跟着大笑了起来 直到见到这一幕 陈二狗才知道 一切只是老有重聚的玩笑而已 悬起的心 也终于放回了肚子里 陈二狗 本少今日特意为你而来 接下来的话 你给本少一次一次地全部听清楚了 虽然你并非我方族之人 但既然外界如此认为 你的实力也得到了我方族认可 所以 方族决定为你破例 准你参加明天下午的族内大考 只要你得到大考认可 方族将认可你为门下弟子 杨宇非也会完好无损回到你身边 明天这个时候 本少会亲自前往庄家接你 正当陈二狗满心疑问 想要向对方请教的时候 那震耳的声音 却率先再次宛如红中一般 响彻了山谷内外 算了 他都已经走了 等陈二狗满心震撼 再想要起口的时候 却忽然又被大失踪的声音 给打断 硬生生吞了回去 一时间 陈二狗整个人都像是傻了眼一般 短暂彻底愣在了原地 虽然一直以来 陈二狗都对自己方族后人的身份存疑 但却着实没想到 很多古族都已经如此认定 却被方族的 在这时候浇了一头冷水 不过 更让陈二狗震撼的 还是杨宇非 他不是被始族的人抓走了吗 怎么又到了方族 这其中 到底又发生了什么 那自己之前的所有努力 又岂不是彻底白费了 唯一让陈二狗觉得内心有些宽慰的是 方族虽然最为神秘 但似乎还是站向自己这边 也就是说 远比身在始族 更为安全得多 哎 小伙子 自求多福吧 虽然你是老夫的救命恩人 按理来说 刀山火海 老夫都应该为你在所不辞 但这件事 老夫真棒不上忙 不过 这灵堂 老夫倒是到时候 可以借给小友一用 不知道陈二狗在想什么的大失踪 缓步走到他面前 神色无比沉重地哀叹一口气道 这方族的大考 就这么可怕 虽然按照正常逻辑 自已并非方族之人 自然可以拒绝什么大考 但方族显然已经用杨宇非拴死了自已 陈二狗别无选择 又感觉大失踪的话 可不像是玩笑 陈二狗顿时心头一处 狐疑问道 不是可怕 而是可凉 凉透了的凉 这么跟你说吧 据老夫了解 迄今为止 有资格参加方族大考的人 不到三百人 但活着出来的 却史无前例 当然 你若是能活着出来 好处肯定是数不胜数 光方族藏宝阁 随意使用这一点 就已经是所有人连做梦都想拥有的了 自古以来 被方族选上的 就没有一人能拒绝大考 显然奈阳宇非 绝对值得陈二狗付出生命 大失踪完全懒得 从这方面去劝说他放弃 所以 稍作陈思整理后 大失踪尽量精简道 那您知道 大考是怎么个考法吗 心中一阵紧静 陈二狗浓眉紧促追问道 通过一块特殊的嗜血时 进入一个特殊的地方 活着出来 就是认可 不过 通过这件事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 你确实不是方族之后 因为如果你 确实是方族之后 首先就通不过 那嗜血时的考验 没人知道 那个特殊的地方 里面有什么 估计方族自己人都不知道 但老夫觉得 你是幸运的 看在救命之恩分上 大失踪之无不言 侃侃而谈道 一直以来 生长在桃园村 有这么多相亲相爱的村民 都是自己亲人 其实陈二狗并不在乎自己身世 只是很是差异 幸运在哪里 刚才那人的修为 你也看到了吧 小小年纪 便已经化神经巅峰 也不知道为什么 方族所有人都仿佛背负着血海深仇 根本没什么快乐可言 来人啊 备酒 老夫要替小友践行 知道陈二狗疑惑 大失踪顿时苦笑一声道 其实只有大失踪心里清楚 践行是好听的一种说法 其实言外之意 就是恭送他驾鹤西游 把酒言欢 再歌再舞 万族上下拿出了所有热情 庆祝大失踪 重获新生 一片欢声笑语 很快便响彻了整个山谷内 虽然美酒佳肴就在眼前 但陈二狗却全程显得极其心不在焉 养父母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 桃园村所有人都是自己亲人 陈二狗并不在乎自己身世 更不在乎得不得到方族认可 获得什么旷世能力 但杨与飞的安危 却宛如一根独次扎在心头 而且八大谷族 高手如云 方族试炼 更是九死一生 所以陈二狗真正担心的 还是自己实力不济 没有能力救出杨与飞 二狗哥 明天方族试炼 彩蝶陪你去 假如彩蝶是与飞姐姐 若是知道二狗哥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那绝对是死而无憾 告别万族众人 返回庄家途中 万彩蝶忽然拉起陈二狗右手 一脸认真到你个小妮子 懂个屁 放心吧 你二狗哥哥知道该怎么做 我不过是在考虑 是不是要将这里移为平地 推了一下万彩蝶额头 陈二狗伸手指向前方脚下 嘴角微扬道 正如万彩蝶所言 前往方族的担忧 陈二狗早就想通了 现在相比进入试炼的担忧 陈二狗更好奇 杨与飞此刻为什么会在方族手里 那是秦家庄园 意义生辉 好厉害的法阵 循着陈二狗手指方向望去 万彩蝶顿时便发出了一声轻微惊呼道 确实很棘手 比乌家那什么第一法阵 灵力充沛至少十倍 估计是古族或者始族的手笔 不过 这又何尝不是一场饕餐盛宴 狡黠的微笑中带着一丝兴奋 陈二狗满是期待的 说话间 陈二狗立刻便拉起万彩蝶手 缓缓降落在了庄园一里开外 神奇的是 二人身体越是下降 法阵的光芒便越是浅淡 等落地再望去时 却完全仿若根本没有什么法阵存在过一般 但等陈二狗运起土地感应 这才发现 竟然已经完全无法渗透进入秦家范围内 不过好在之前 陈二狗就已经来过秦家好几次 所以 秦家内部的所有结构早已了然于胸 所以 陈二狗并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便掏出手机给落明珠拨了过去 虽然陈二狗也知道 要拿下秦乌两家 还是极其困难 但自已 明天就要前往方族 参加那可怕的试炼 生死难料 所以陈二狗决定 必须在自已离开之前 彻底解决秦乌两家 这两个最大毒瘤 哪怕就是付出一定代价 也在所不惜 彩蝶 现在你已经不是万族的人了 大师宗也平安无事 能不能告诉我 你所知道的巨石法乡镇一切秘密 向落明珠交代完一切部署安排后 陈二狗随便找块石头坐下 认真问向万彩蝶道 类似的问题 之前陈二狗在万族便问过其他人 但就连大师宗 对这个问题都有一含糊 所以陈二狗只得将希望放在万彩蝶身上 即便知道他在万族身份低微 但哪怕是能知道一点 那也是好的 其实我知道的 并不多 但在万族有个传闻 听说巨石法象征无所不能 比如 能重聚神魂 能助人突破 能帮天阶巅峰舞者 进入修真世界 等等 不过 好像自从外面的方族遇难后 就已经没人能启动那个法阵了 而且也没人知道 庄家那些法象之类的 是否保存完整 虽然所知不多 但万彩蝶还是知无不言地 告知了陈二狗一切 因为在万彩蝶眼里 此时的陈二狗 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而不是万族 所以 即便知道 万族故意有所隐瞒 万彩蝶还会毫无半点犹豫 若是真如此的话 那就有点意思了 若是能助身边所有人 踏上修真之路 即便是面对八大古族 也少说多了好几分底气 心中大喜的陈二狗 顿时便喜笑颜开道 虽然随后 万彩蝶又再次提醒 那只是传闻 但陈二狗却坚信 无风不起浪 而且 即便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夸张 那也绝对不差 毕竟 那可是当时方族留下的 唯一至尊瑰宝 绝不可小觑 只是陈二狗很是疑惑 方族的人那么厉害 他们为什么不报仇 当初又为何会忽然销声匿迹 还是说 外界的这个方家 和八大古族中的方族 根本就是两回事 走 是时候去找秦家算笔总账了 就在陈二狗脑中 快速思考所有可能的时候 立刻便被一阵手机铃响 拉回了现实 在接过洛明珠电话后 陈二狗立刻一跃而起 神采意义手指秦家庄家道 大院五分钟后 秦家庄原大门外 陈二狗的忽然到访 差点将两名看门的秦家弟子吓尿 哟 这么趾高气扬的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我们秦家 那中用的废物姑爷呀 哈哈 但让陈二狗颇为意外的是 刚还被吓得魂飞魄散 瘫倒在地的二人 在爬起身来后 忽然又跟换了个人似的 神气了起来 其中一人 更是夸张地朝自以飞扬跋扈 写满一脸地嘲讽道 活着 不好吗 虽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但陈二狗还是立刻朝二人伸出指尖 弹出了一丝真气 冷声道 事实也正如陈二狗心中所想 自以所有真气 立刻便被一面无色的法阵灵力墙 给全部挡了回来 不过 即便如此 但还是顿时 便吓得两名得意洋洋的秦家弟子 惊恐万壮地抱成了一团 哈哈 还以为我们姑爷有多厉害呢 原来也不过如此啊 哎呀 活着好难受啊 一点都不香 我的好姑爷 求求您了 赶紧来帮我们解脱吧 哎呀 太惨了 我们姑爷 不会连秦家大门都不敢进来吧 等了一会 见自己并没有死 两名秦家弟子 立刻便又一次得意了起来 你一句 我一句 瞬间便几乎是手舞足蹈的 将陈二狗给狠狠羞辱了一番 更让万彩迭气不过的是 这俩家伙 竟然还立刻干脆直接打开了大门 笑得跟花枝招展似的 算了 没用的 这是一个早已绝技千年的神级法阵 别白费真气了 阵心又在阵内 如果秦家非要当一辈子缩头乌龟 那神仙都破不了 剑气得勃然大怒的万彩蝶 会起真气 就要朝法阵砸去 陈二狗赶忙伸手将它拦了下来 微微一摇头道 神级法阵 法阵还有级别区分吗 万族本就不善法阵 万彩蝶更是一窍不通 所以很是诧异问道 当然 法阵根据威力的不同 分为六个等级 除了和五者等级相同的天地玄黄外 上面还有神级和上古级 神级已然极其稀少 上古级就更是否存在都难说 乌加纳乾坤大阵 最多不过地级而已 严格来说 连给眼前这个神级提携都不配 因为之前就没遇到过特别厉害的法阵 陈二狗便并没太在乎这些 但刚才一试 陈二狗便知道 这是一个神级大阵 所以心中也很是震惊 所以在解释的功夫 陈二狗干脆便在路沿边随地坐了下来 而万彩蝶 却是瞬间惊呆眼 彻底傻愣在了原地 一个地级法阵 便足以屠戮一方 万彩蝶实在难以想象 比地级还高两个等级的神级法阵 得有多恐怖 虽然功能不同 但只怕是如今要想杀进秦家 简直比登天还难 喂 姑爷 刚才那挠痒痒的手法 好舒服啊 再来帮我们挠挠呗 给钱的哦 一毛够不够 哈哈 一阵肆无忌惮的嘲讽 立刻又从阵内转了出来 不同的是 这次还不止两人 因为那两无耻的家伙 可能是觉得 就两个人羞辱自已 还不够爽 所以在刚才解释的时候 便已经通过对讲机通知了里面一切 不过 既然如此 尘二狗脸上依旧还是没有半点怒意 而且还伸手也示意万彩蝶坐了下来 反正落明珠他们的行动 也还需要一定时间 等自己找到破开那大阵的方法 他们也就嚣张不起来了 根本没必要和他们浪费口水 一群就会口嗨的小憋三 有种的 给姑奶奶滚出来啊 看姑奶奶会不会将你们这群王八蛋 揍得满地爪牙就得了 万彩蝶可没尘二狗那好脾气 屁股还没坐热 便又一次被气得起身 勃然大怒大骂道 唉 我们就是不出来怎么的 有种进来打我们啊 小娘们 来啊 往这里打 哈哈 打不过 你们又怎么的 老子恶心死你们 一堆大男人 仿佛立刻便找到了天大的乐子似的 一个接着一个的 还朝万彩蝶翘起了屁股 肆意地嘲讽大笑 更是差点没将万彩蝶当场送走 气死姑奶奶了 肺都要炸了 别让姑奶奶逮着那群王八蛋 否则非得一个个将它们撕成碎片不可 二狗哥 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一张嘴 哪敌得过数十张嘴 何况秦家那些弟子 一个个还无耻到了极点 到最后 连婚段子都出来了 所以 气急败坏的万彩蝶 一通怒骂后 只得将希望完全放到了陈二狗身上 放心吧 你二狗哥 今天绝对满足你这小小心愿 不过 这神级法阵 确实非常玄妙和厉害 你得再给我一点时间 知道一万彩蝶脾气 劝再多也没用 所以 陈二狗只得微微一笑 示意它稍安无躁 然后信心满满地保证到 虽然土地传承中 各种神级法阵记载不少 而且和眼前类似的也有 但要想破阵 几乎都得先找到阵眼阵心 之前陈二狗就通过土地感应 检查过法阵外围 除了自然中稀薄的灵气外 根本不存在这些 所以 表面平静的陈二狗 此刻还真有点一个头两个大 怎么回事 就在陈二狗绞尽脑汁 却一无所获的时候 一个极其洪亮的空洞声音 却忽然宛如铺天盖地一般传了过来 等陈二狗略带好奇 望向阵内的时候 一名羽上官金形象的中年男子 已然出现在门内的秦家弟子身后 哦 这就是陈二狗 看上去 很土 很垃圾吗 哈哈 小子 放弃吧 一年之内 休想再打秦武两家主意 实不相瞒 秦武两家 都已经被本座设下了同样的法阵 外人是根本不可能进来的 这可是号称神仙斗摇头的神级法阵 省省心 回去逍遥快活吧 在众人恭恭敬敬说明情况后 中年男子顿时也跟着狂笑了起来 直到笑到腹部生疼 这才扶着铁门 再次满是不屑和鄙夷道 真的 闻言心中大喜的陈二狗 顿时眼前一亮 快速起身道 当然 上千年来 本座就还没听说过 有什么人能破得了神级法阵 好好期待吧 一年之后 本座会亲帅秦武两家高手 将你和依附你的那些蝼蚁 全部碎尸万段 小垃圾 一年哦 加油 虽然不知道陈二狗为何如此开心 但有神级法阵保护 中年男子也懒得去在乎 顿时便得意洋洋道 狡黠一笑的陈二狗 立刻便毫不掩饰地跟着秦家众人笑出了声 小子 你确实值得高兴 至少 你又有了狗活一年的资本 不过 你也别高兴得太早 秦武两家这一年闭门不出 可不是怕你 而是正酝酿着一个极其伟大的计划 一年后 你小子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怖 本来还蛮不在乎的中年男子 顿时便被陈二狗这一笑 给弄得完全不会了 不过 即便心中有种莫名的恐慌 但中年男子还是非常坚定的道 兴奋归兴奋 但中年男子的话 陈二狗却是丝毫不怀疑 虽然这段时间 秦武两家连连惨败 损失惨重 但却并不算真正重伤根本 所以 真要拼个你死我活 陈二狗还真没把握 保证自己这边所有人的安全 这也是陈二狗 一直没有主动发起决战的主要原因 而这次 陈二狗也是迫于无奈 也做好了损失惨重的准备 但此刻却已经并非开始 中年男子的出现 简直让陈二狗如获至宝 眼见陈二狗就跟捡了保试的 一脸的欢天喜地表情 一时间 不仅中年男子猛了 就连秦家 之前那些有恃无恐的弟子 也跟着莫名其妙 感觉到了一股寒意袭来 因为是个人都看得出来 陈二狗这反应 可不是一般人能装得出来的大聪明 哈哈 你可真是个大聪明 放心 不管你是哪一族的人 一会秦家王了 我都保证放你一马 你这可是鞠躬至尾呀 就是要故意给秦家人 制造一种无形的压力 也算是暂时替万彩蝶出口气 所以陈二狗在掏出手机 快速播出去后 还不忘继续一脸夸张似的 兴奋朝中年男子竖起大拇指道 不过 看着一脸猛逼 甚至有些惬意的秦家人 此刻万彩蝶却一点也爽不起来 因为和他们一样 万彩蝶也是一脸猛逼 所有人都实在想不明白 就眼前这种境况 陈二狗有什么值得可笑的 这 这家伙是疯了吗 疯没疯不知道 但肯定傻了 我倒是想起来了 这家伙以前在桃园村 就是个傻子 我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呢 我也有 这家伙变态得很 以前各种困境都不死 我们还是小心点好 看着眼前肆无忌惮 安排洛明珠等人 全部杀来秦家的陈二狗 虽然秦家众人中 很快便想起了一片冷嘲 但却是半点笑声都没有 特别是当后面几人 一点也乐观不起来的时候 其他人更是久久一阵不寒而栗 因为在场所有人都知道 陈二狗的本事 以及残忍手段 一旦他真的杀尽这法阵 就凭之前大家对他的那些嘲讽奚落 以陈二狗那牙字必报的性格 恐怕还真会一个都休想活命 怕什么 一帮废物 这可是神级法阵 神仙来了都没用 本座今天就在这里陪你们等着 老子倒要看看 这傻帽在打什么蠢主意 这都能被吓坏 中年男子心中对秦家这些垃圾 也真是无语到了极点 剑尘二狗挂断电话后 又满脸开心地走了回来 所以中年男子赶忙朝众人一阵怒骂道 二狗哥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是不是想到破阵的办法了 本就有点急性子的万彩蝶 实在忍不住心中好奇 赶忙率先对陈二狗问道 那倒没有 不过想到了彻底殒灭秦家的办法 神级法阵虽然厉害 但消耗却是地级的数十倍之多 秦乌两家根本攻不起两个这么大的神级法阵 所以资源肯定是来自古族 而且这种法阵还是一次性的 乌家即便知道方法 也舍不得亲自废除 所以一会 我们尽管大开杀戒就行了 就算乌家最后来支援 也完全来不及 何况 里面的那些蠢蛋 也肯定和他们一样 以为我们进不去 阵法一破 便可以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本来陈二狗并不想解释 但既然是万彩蝶问起 而且说了也不影响大局 所以 重新做回鹿岩的陈二狗 立刻便眉飞色舞地解释了起来 哈哈 本作还以为你有多聪明 有多厉害呢 原来真不过一傻子而已 倒真是高估你了 你说的这些都没错 关键是 你不是自己也说了 没办法奈何这神级大阵吗 瞬间便听出了破绽的中年男子 差点就没被陈二狗的愚蠢行为给笑死 根本也同样想明白了的秦家一众弟子 更是一个个夸张地笑摊在了地上 混蛋 别太嚣张 二狗哥一定有办法 破了你这垃圾大阵 到时候你们就全部给姑奶奶等死吧 虽然关键问题没解决 万彩蝶心中确实有些颓丧 但还是立刻便昂首挺胸地站了出来 信心满满到 毫无疑问 万彩蝶的争辩 立刻又引来的久久一波冷嘲热讽 但已然无聊到玩起手机的陈二狗 根本就懒得搭理他们 又因为担心万彩蝶这爆脾气 把他自己气坏 所以陈二狗干脆将他也拉了过来 二狗哥 你要的原石 不过 时间紧急 暂时就拉来了五车 兄弟们也已经全部按照你安排 等待在附近 随时等候你命令 直到大约半小时后 五辆小货车在一辆黑色大奔的带领下 呼啸而来 等落明珠一跳下车 陈二狗这才立刻收起手机 少是少了点 不过加上我身上的存货 倒也勉勉强抢够用 通过透视眼 逐一检查每辆车上原石品质 并装入紫金袋后 陈二狗立刻稍作沉思道 反正秦家也不会逃 要是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筹备 见陈二狗似乎有些为难 还以为是原石不够 所以落明珠赶忙快速道 不用 够了 我只是在担心木兵而已 摧毁这么大一个神级法阵 动静可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小 也知道木兵现在在不在秦家 不过 以他现在的实力 自保应该不是问题吧 伸手拦住已经掏出手机的落明珠 陈二狗神色有些忧虑地 望了一眼秦家大门 喃喃自语扳道 不过 担心归担心 但陈二狗并没有墨迹 不等落明珠答话 一个闪身立刻便消失在了大家眼前 因为陈二狗心中非常清楚 秦乌两家必须亡 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要前往方族 更因为秦乌两家肯定在密谋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 一阵宛如雷洞般的乍响 很快便响彻了秦家庄园内外 直到眼前一朵朵蘑菇云升起 不出三分钟时间 陈二狗又回到了落明珠等人身边 随后 陈二狗立刻微闭双目 以真气化福 口中一阵念念有词 瞬间全都快如闪电 一般飞向了秦家法阵上空 这家伙在干嘛 他不会是想在我们的法阵之上 再建一到法阵吧 这貌似倒是一个很新奇的想法 本就有些莫名其妙的秦家人 顿时更是被陈二狗一连翻骚操作 又一次弄猛了 切 幼稚 就他那点施展法阵的本事 和夜相比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再说了 世界上哪有什么法阵 能和本作的神纪大阵相提并论 更别说伤及神纪大阵了 早猜到陈二狗用意 一直冷眼旁观的中年男子 嘴边顿时便扬起了一抹不屑冷笑道 将众人的话听在耳里 陈二狗嘴边 也立刻便扬起了一抹不屑冷笑 随着最后一道灵符挥出 陈二狗忽然便猛地睁开了双眼 抬手一点 一股宛如龙腾虎月般的凶猛真气 瞬间便源源不断涌向了前方灵石坑 随着数十道金色耀眼光芒 纷纷从四面灵石坑中 纷纷冲破天际 顷刻间 一定范围内 整个世界就仿佛昼夜颠倒了一般 一片漆黑 还不等众人回过神来 空中已然是一片忽明忽暗 电闪雷鸣 银 引雷 这是引雷阵 你 你小子怎么也会神机法阵 不 不可能的 你们这些外界低等猴子 怎么可能会如此高深莫测的法阵 顿时被眼前一幕吓得面色惨白 双腿发软的中年男子 很快便满脸惊恐地彻底瘫倒在了地上 最讨厌这种自以为是屁话的陈二狗 顿时便没肩一蹴 扫尸一眼拔腿 就狼辈逃得勤家众人 陈二狗只肩挥舞 心念所动 朝下一点 一道刺眼电光 井客间便狠狠砸在了中年男子裤裆症中 虽然完全摧毁秦家这神级法阵 还稍微需要一点时间 但通知兄弟们 可以开始准备了 除了老弱富儒和投降的不杀之外 其余秦家任何人 一个都不放过 赶紧盘膝而坐 运功恢复的陈二狗 立刻神色凝重对落明珠道 好 我知道了 二狗哥 你 你这面色 没事吧 见陈二狗面色前所未有的惨白 而且还满头豆大汗珠 赶忙答应一声的落明珠 还是忍不住担忧到 又见陈二狗并未答复 所以落明珠只得掏出手机 先下达命令 而陈二狗 此时却只敢浑身一阵疲软无力 也没有心思和力气再去想其他 因为除了猛攻以外 根本没法从外面击破神纪大阵 思来想去 陈二狗也只能如此 但时间有限 根本来不及去准备攻击 神级大阵的灵石和法器 所以陈二狗不得不好尽自己真气 放手一搏 至于这最强攻击的神级引雷大阵 是不是能破了秦家这龟壳 陈二狗也只得听天由命了 不过 从刚才耗费大量真气 直穿秦家大阵 并击飞那中年男子来看 陈二狗觉得希望还是非常大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二狗哥 你太牛逼了 我来帮你 我们万族的功法 可是能保证和所有功法完美融合的 我的真气都给你 一会记得 帮我把那几个侮辱姑奶奶的家伙揪过来 姑奶奶要亲自发落他们 由中朝陈二狗竖起大拇指的万彩蝶 一番大赞后立刻盘膝 而坐在他身后 暗运功法 小手贴在了陈二狗背上 虽然万彩蝶也知道 自己的这点修为 也不知道能助陈二狗恢复几成 但接下来的战斗 它肯定比自己重要 立刻便敢一股暖流涌向体内 真气迅速恢复的陈二狗 根本来不及阻止 所以也只得选择默默接受 也直到此时 陈二狗才明白 万族真正的强项是什么 虽然这世间引渡自以真气 为他人所用的办法不少 但据陈二狗所知 能达到完美融合 并对赠予之人没有任何伤害 只需花时间调息的方法 却绝对没有 而这万族的独门功法 却做到了这点 可想而知 若是发生战斗 有族人向最强者 源源不断输送真气 那战里是何等的恐怖 有了万彩蝶的帮助 再加上土地传承 本就可以吸收周围灵气 为我所用 又有两大法阵 数不尽的碰击 散发出了巨大灵气帮助 不到十分钟时间 就在雷声消散 秦家法阵彻底击溃的同时 陈二狗不仅已然完全恢复 而且突破数次 更是史无前例地 达到了三十多次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两大法阵最后的所有灵气 一点都没有浪费 悉数被陈二狗占位了已有 彩蝶就交给你了 带他找个安全的地方 多安排几个信得过的高手护法 秦家欠我们所有人 以及整个华夏的血债 今天由我来讨还 将已然虚脱昏厥的万彩蝶 交给洛明珠 阴寒目光中 迸发出一抹灵力杀气的陈二狗 立刻一个闪身 便飞进了秦家庄园 与此同时 一片喊杀声 宛如惊雷般四面叠起 数不尽的黑影 也立刻随陈二狗 宛如猛虎一般 扑进了庄园 邱家被毁 本来陈二狗还考虑 将整个秦家庄园 作为赔偿 但看着眼前到处一片片 被闪电击的一片狼藉的 秦家庄园 陈二狗心中 顿时便不由的一阵肉疼 这你码的 可都是真金白银啊 若不是秦家这破法阵 自已没办法 才动用引雷大阵 这里绝对称得上 是一片室外桃园 混蛋 你他妈想去哪里 给本座留下 一声震响 忽然从天而降 一股远比泰山压顶 还要恐怖的距离 顷刻间便随着一声怒骂 扑天盖地而来 就连陈二狗身形 都顷刻间降低了至少半米 就更别提随后追来的那些兄弟 一个个简直就像是 中了箭的飞禽一般 黑压压的一片 顷刻间便悉数压回了地面 出来 脚下一点 整个人立刻再次向上飞升四五米高 一声怒吓响起的同时 陈二狗立刻一掌拍向了九点钟方向的云层 竟然能发现本圣王位置 你这猴子 倒还真是有点本事 一束金光 立刻闪电而出 落在陈二狗面前 随着一个宛如红钟般的声音响起 一名出家人打扮的僧人 立刻便出现在了陈二狗视线之中 你是古族 还是始族的人 你们出家人不是讲究五蕴皆空吗 怎么也跑出来助纣为虐了 简单扫视一眼来人 陈二狗眉间微促道 一眼看上去 来人差不多二十左右年纪 一身肌肤极其白皙 五指修长 容貌绝美 虽然自认为长相不错 但陈二狗还是有自知之明 至少在眼前这僧人面前 论容貌 自己还是差了不止一心半点 而且来人虽然一身僧服打扮 但在陈二狗眼里 却并没有半点佛性 不过 陈二狗着重观察的 却并非来人长相 而是这家伙 给自己带来的无形威压 着实前所未见 毫不夸张地说 就是万族那大失踪 和眼前这人比起来 恐怕都难分雌雄 哈哈 谁告诉你 本圣王是出家人了 这身打扮 不过是本圣王喜欢而已 秦家 今天我鼓足保定了 小子 拾去的 乖乖爬过来 给本圣王当个坐骑 饶你不死 指尖微微下沉 一股宛如有着万钧之重的真气 立刻便朝陈二狗 头顶盖了下去 男子烧痒头部 一副傲视天下般的神情道 但让男子满心惊骇 并做梦也没想到的是 自以那足以压平一座大山的浩然真气 此刻却忽然宛如石牛入海一般 陈二狗竟然完全纹丝未动 虽然知道他在做什么的陈二狗 根本就懒得搭理他 继续用土地感应 观察着秦家庄园那一切 一来 陈二狗想知道 秦家忽然闭门 到底想干什么 二来 虽然昨晚还探查过秦家内部 但陈二狗并不敢保证 今日就不会有变化 所以 为了知以知彼 极致压缩自己一方伤亡损失 显然还是 小心谨慎为妙 哦 小小原音静而已 居然能顶住 本上生亡化神静前期 五阶修为一击 外界的猴子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 本生亡之前 倒还真小瞧你了 蠢猴子 你不会是在强撑 其实早已身负重伤吧 虽然一开始 内心确实很是震惊 但见陈二狗并不搭理自己 所以男子理所当然地以为 此时的他 应该是已经没有能力 回答自己的话 所以想明白这点后 男子立刻便发出了 一阵得意狂笑 在此居高临下 只见一点的同时 又是一股无形重压 狠狠砸向了陈二狗 你烦不烦 滚开 眉心微醋 很是不耐烦地 瞪了一眼男子后 陈二狗立刻指尖掐绝 一道灵符 快如闪电般 朝男子射了过去 呵呵 雕虫小记 本圣玩完灵符的时候 你十八代祖宗 都还没出声呢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任何灵符 在真气完全足以碾压的 强大对手面前 那都不过是 完全可以视为空气的渣渣而已 自以为 陈二狗不过就是个稍微有点本事的低贱猴子而已 所以男子根本懒得躲闪 只见微微一翘 一股灵力真气 立刻便涌向了陈二狗灵符 因为按照常规思维 只要自以这股真气 足以碾压灵符蕴含的真气 立刻便可以将它击成炮灰 但让男子做梦也没想到的是 自以这两成真气下去 那灵符竟然只是微微抖动了一下而已 等男子满心惊恐 意识到不好的时候 灵符已然化作金丝 顷刻间整个人便几乎完全被捆成了粽子 我靠 不 不可能 这低贱的猴子 是怎么回事 你 你明明只是原因静的呀 可恶的混蛋 放开本圣王 不然古族是不会放过你的 越是挣扎 身上的金丝 就缠得越紧 怎么也不甘心 输给一个低贱猴子的男子 顿时便被气得一阵仰天怒吼道 你错了 现在是我不会放过你们古族 去死吧 高等猴子 冷声不屑嘲讽一声的同时 陈二狗立刻指尖一点 一道金光 立刻便从男子心脏位置穿透了过去 而且 顺带连他的鬼魂 都没有放过 虽然一直以来 鱼肉百姓 随意践踏他人尊严和生命的是秦家 但秦家不过是一把屠刀而已 真正操控着嗜血屠刀的 却是古族的人 所以 陈二狗既不想因为他浪费自己时间 也对他恨之入骨 自然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 反正 在这秦家的古族人 可不在少数 比他强的高手 更是至少还有两位 想要问什么秘密 他显然不是最佳人选 更何况 下面已经到处一片刀光血影 陈二狗没时间去拷问他 哪来的贱民 竟然敢偷袭本作 啊 早通过土地 感应掌控一切的陈二狗 立刻一个踏空向前 数十道金光碗如流星一般 立刻从天而降 偷袭你怎么的 来咬我啊 一个飞身又干掉一名古族人员 陈二狗直接捏爆他魂魄 满是笔一道 因为陈二狗的加入 古族和秦家 数十名修真者 纷纷殒命 早对秦家恨之入谷的其余人员 请客间更是越战越勇 吓得秦家人 无不抱头鼠窜 几乎毫无阻挡的一片长驱直入 眼见战局 全线溃败的秦家人 哪里还有半点战役 投降的投降 惨死的惨死 不到五分钟时间 数百人便已然在陈二狗带领下 将最后一栋数十层的高塔 围了个水泄不通 而那些还未生死和投降的秦家人 也已然全部悉数 退入塔中 毫无疑问 这已然是秦家 最后的龟缩之地 也是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 陈二狗 你好威风啊 看看塔尖吧 你确定还要与我秦家为敌吗 一声震耳的怒吼忽然打断了所有人前进的步伐 很快 一名两鬓斑白的青山老者便从第五层的位置朝陈二狗方向露出了头 心中暗呼一声不好的陈二狗在简单打量一眼老者的同时 立刻便面色阴沉地望向了塔尖老者 看上去不过七十左右年纪 一身青衫 腰挂长剑 五官端正 看上去给人一种不怒而微和微风凛凛的感觉 虽然整个塔尖几乎直入云霄 但已尘二狗凌厉目光 还是瞬间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此时的秦木兵 已然被比自己手臂还粗的铁锁绑在塔尖之顶 整个人搭搭着脑袋 就像是死人一般 而且浑身还贴满了浮露 而且还是让人毛骨悚然的火福 所谓火福 就是一种由人操控 可以瞬间招来烈火的浮露 毫不夸张地说 让一个人灰飞烟灭 不过是一念之间的事情而已 不过好在陈二狗拥有透视眼 足以确认他只是昏迷而已 自己最为担心的事情 终究还是发生了 用你们自己的族人来威胁要杀你们的人 你不觉得很幼稚吗 而且我陈二狗身边美女如云 你们确定我会在乎他 目光微沉 陈二狗强忍心中怒火 满是不屑道